第2301章坟种入口 鬼神凶兽 胜在本源雄魂 有些鬼神凶兽虽然本源比之青夜魔师之流还要强大 他们天生也会祭祀法则 发挥出类似于神通绝学的威力 但是他们身上没有真神器 也不懂得正法配合 只靠本能的战斗 所以 他们即便是在力量层面上抢过这27人 但是也不是这27人的对手 攻打 足足持续了三年的时间 越往下 深渊的空间越大 这鬼神凶兽的数量越多 但是分布的越散 而且巨大的鬼神本源隔绝气息 所以 在深渊里 除非是距离的很近 否则这些鬼神凶兽的感应范围也很有限 上面的战斗虽然动静很大 但是很多鬼神凶兽都无法感应得到 而上面的27人 针对性也很强 他们并非胡乱地引鬼神凶兽上来击杀 而是有针对性地开辟一条道路 在暗处的唐明阳 越发地觉得这27人的墓地 跟留学匪的 乃是同一个地方 因为路线刚好是一致的 如此正好 等他们杀到墓地地时 唐明阳就一口气地将他们都解决掉 这三年来 也不知道斩杀了多少只鬼神凶兽 渐渐地深渊到了底部 底部乃是一汪寒潭 冒出刺骨的寒意 唐明阳站在寒潭边 浑身都打着寒战 这种寒战并非来源于肉体 而是来源于意识上的 在哪里 唐明阳问向刘雪飞 他比那27人更先一步到达这里 那27人 此刻还在上面跟两头恐怖的鬼神凶兽战斗呢 在这潭水里 刘雪飞说道 他声音有些发颤 也不知道是被这潭水的寒意给冷的 还是因为快到了那个召唤他的地方 内心情不自禁地激动 他们大概也是冲着这个寒潭来的吧 唐明阳说道 他抬头看了眼头顶的战斗 用不了斩材的功夫 也快接近尾声了 我们走吧 唐明阳没有犹豫 他运转功法 护住身体 就想着省下潭底 掀那些家伙一步 截足掀灯 滴滴 就在这时候 小滴立刻发出警报 这个小家伙娇娇大叫着 他让唐明阳老大小心 他说这个潭水里 隐藏着一个恐怖的大家伙 哦 唐明阳目光一领 他知道小滴这个小家伙 跟在小游身边就了 也非常的自大 寻常的导致第六部的鬼神凶兽 根本不会被他放在眼里的 此刻 他竟然发出警报 还提醒唐明阳小心 可见这潭水里蕴藏的鬼神凶兽 绝非平常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先让他们再打这头阵吧 唐明阳多看了这寒潭几眼 他还是感受不到寒潭里有什么鬼神凶兽的气息 不过 为了保持谨慎 他并没有进入 他退到一边 隐藏气息起来 没过多久 上面的战斗结束了 随道道子等二十七人 果然降临到寒潭边 果然到了 上头所说的入口 就在这寒潭底部 我们下去吧 这二十七人并没有小滴那般恐怖的灵爵 并没有觉察到这寒潭里蕴藏着的鬼神凶兽 唐明阳很耐心 他并没有着急 他也很相信小滴 因为这个小家伙别看平时顽皮 可并不敢对他撒谎 果然 这二十七人下却没有多久 那寒潭里 爆发出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气息 这是 道之第七步的恐怖鬼神凶兽 感受到这股气息的时候 唐明阳脸色也一变 露出骇然 他赶快离得远一些 免得被殃及持鱼 果然随着这股恐怖的道之第七步的气息爆发 那寒潭内也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恐怖能量狂潮 如此恐怖的能量狂潮肆虐 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遭到破坏 然而 诡异的是这个寒潭 竟然一点而反应都没有 仿佛这冰冷的寒潭之水 有着一股神秘的能量 所有爆发出来的能量肆虐 都能够被这寒潭之水给吸收 道之第七步的鬼神凶兽 唐明阳也是第一次见过 果然 战斗持续没有多久 唐明阳就见到隧道道子等人 仓皇地从寒潭里逃了出来 一共逃出了二十五人 死了二人在里面 在他们逃出寒潭之后 唐明阳就看到一头类似于麒麟的鬼神凶兽 追杀而出 浑身幽黑 萦绕着冰雾 他的速度奇怪 追上了落后的一位修士 张口一吐 那边逃跑的修士 身体周围诡异地凝聚出一层冰雾 冰雾竟然连法则也能够冰冻 那位修士大害 想要运转体内的力量 挣脱掉这层冰雾的冰洞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那头到之地 七步的鬼神凶兽 已经追杀到跟前 他身体百丈大小 如同小山斑朔状 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就将这个修士给吞噬进去 又死一个人 近乎是秒杀 布阵 将其困住 有人大喊道 将这头鬼神凶兽 隐远一点 他在寒潭边 有着寒潭的本源之力加持 又有人喊道 这二十四人 虽然顶着附体的肉身 但是都有着恐怖的 到之地六步的战斗经验 很快就找到了对策 到之地七步虽然恐怖 但是这头到之地七步的鬼神凶兽 也同样和其他的鬼神凶兽一般 他胜在本源雄厚 缺点是没有真神器 也不会步阵破阵 他一旦陷入阵势里 就只会横冲直撞了 果然 这一招还真有效 若是正面对抗 哪怕是青夜魔尊 这等级别的强者亲自降临 只怕都未必抵挡得 住这头到之地七步的 鬼神凶兽的冲击 而一旦将这头鬼神凶兽 困在阵势里 那么他就有点儿像 被困进笼子里的野兽 他狂吼着 冲击力很强大 正是在他的攻击下 承受不了多久 但是 他破坏哪里 那些修士就修复哪里 一时之间 老也是将他给困住了 不过 也仅是困住而已 要想击杀他 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24人的攻击力 根本就不足以斩杀 这头到之地七步的鬼神凶兽 只是给他挠痒痒而已 分一部分人 进去寻找入口 留18人在这里 疯困这头鬼神凶兽就可以了 有人大吼着 很快就有六人从队伍里脱离出来 朝着那寒潭潜入进去 寻找入口 我们也进去吧 唐明阳对着刘雪飞说道 第2302章最后的入口 这头到之地七步的鬼神凶兽已经被困住 此时还不进去 更待何时 唐明阳而已不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悄悄地从另外一个方向潜入潭底 鬼神凶兽也有地盘的划分 很显然这个寒潭 就是这个到之地七步的鬼神凶兽的地盘 除此之外 就没有别的鬼神凶兽了 而小滴这个机敏的小家伙 也没有在这潭底里感受到别的鬼神凶兽的气息 他趴在盘膝在世海里的单尊的鼻子上 血滴小脑袋上光泽波动流转 就如同人的眼珠子般 不停地在转动 很是可爱 显然这个小家伙连续立下大功 这时候的积极性也很强 还想要抢在小优老大和小翘老大面前 再立大功 再出风头呢 反倒是小优和小翘 这段时间都没有他们什么事情 此刻也憋足了静 都在警惕之周围的状况 暗自发誓 不能够再让小滴这个小家伙再出风头了 看到这三个小家伙暗中叫上镜 唐明阳也觉得好笑 可并没有阻止 寒潭蕴含着恐怖的能量 那边进来的那六位修士 他们进入寒潭的时候 身体周边的能量防御罩 突然发出滋滋的作响 不好 他们脸色大变 只觉得这能量防御罩外的潭水 传来一股巨大的腐蚀吞噬之力 吞噬着他们的能量防御罩的本源能量 他们只好加大本源的网能量防御罩输送 他们如今 已经是燃烧命源 祭祀能量 最后还激发真魔血脉了 可即便如此 还是撑不住 联手起来 没有办法 他们六个人只好联手起来不振 这人才能够勉强地维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六个人心里疑惑起来 因为他们刚刚也进来过这寒潭 可是这寒潭也就是水冷了一点 并没有其他的异常 更没有如此恐怖的吞噬之力了 难道跟那头盗之地 七步的鬼神凶兽离开这寒潭有关 有人说到 他们只能够猜测 弄不懂这其中的原因 唐明扬紧跟而下了寒潭 他也感受到了这寒潭之水的恐怖吞噬之力 不下于寻常的盗之地 六步强者的攻击之力 怎么有如此强大的吞噬之力 他还算冷静 激发了硅甲能量防御罩 有着小滴在 这点的消耗对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这个寒潭 远比唐明扬所想象的要深 而且海水里蕴含着 比外面更加浓郁的鬼神本源气息 他就跟在前面六个人的牵杖外 牵杖的距离 若是放在外面 在这些强者面前 那就跟站在面前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那六个修士毫无觉察 别说是他们了 其实唐明扬也发现不了这六个家伙 只是靠着小滴在汇报那六个人的行踪 至于小滴到底靠什么来感应的 唐明扬就不得而知了 或许是这个小家伙的天赋神通吧 下沉了一个多时辰 终于到了坛底 坛底居然有一个古老的祭坛广场 这个祭坛广场 隐藏在坛底连绵起伏的山脉之中 在黑暗里很不显眼 可那六人就偏偏落在了那祭坛广场上 很显然他们是由备而来 身上有着法宝能够感应这个祭坛的方位 就是这里了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墓穴入口了 破阵 拿到那样东西 整个虚魔教就归我们掌控了 这六人一阵的激动 他们从除雾戒指里 拿出一些刻有神秘纹路的神经 将他们有规律地摆放在祭坛的特定方位 然后在那些特定方位里 刻上某些神秘的符文 他们似乎在这里布置阵势 欲要打开他们口中的墓穴入口 另一边 唐明阳也降临到了祭坛上 祭坛很大 那六个人并没有发现唐明阳的降临 是这里吗 唐明阳问向是海里的刘雪飞 还不是这里 这里只是入口的门外 刘雪飞说道 来到这里后 他脑子里 似乎又觉醒了更多的资讯 要从这个祭坛里进入 唐明阳明白了过来 是的 刘雪飞点点头 你来打开 还是我来打开 唐明阳问道 你放我出来吧 打开这里的入口 需要特殊的法觉 我的记忆里 突然多出了一股传承 刘雪飞说道 不 好吧 不过在此之前 我先将那六个人给清理掉 唐明阳说道 那六个家伙 在这里也确实碍眼 一会儿 一会儿刘雪飞要打开祭坛 他们也会知道 他和刘雪飞的存在 所以 他还是决定先下手围墙 呦呦 小优跟唐明阳心灵相通 他最先感应到唐明阳的想法 他激动的大声嚷嚷 他跑到单尊那边去撒娇 他哀求着单尊老大 这回可一定要让他小优出手 滴滴 趴在唐明阳鼻子上的小滴 也不甘落后 他娇娇大叫着 他说他小滴又轮回震天应 可以快速地封印那六个家伙 唐明阳老大应该让最厉害 最能干的小滴出手 小翘也跑过来 他也不甘示弱 他战意腾腾的 他说若是论封印能力 他小翘也可以 那矜持天风大雨衣的封印能量也不差 看到这三个小家伙又要吵起来 唐明阳也很是无语 小滴提供本源 小悠出手攻击 小翘用封印他们 唐明阳说道 也是时候让小悠和小翘两个小家伙出出风头了 不然他们可要闹脾气了 呜呜 小悠和小翘听了 顿时非常的兴奋 小滴则有些垂头丧气 自从有了轮回震天应后 这个小家伙也渐渐的不甘心于只做提供本源的后勤事情了 你也要做好准备 一旦小悠和小翘控制不住局势 立刻用轮回震天应去镇压他们 唐明阳摸摸这个小家伙的血滴小脑袋 示意他不要那么垂头丧气 滴滴 小家伙闻言 立刻激动起来 唐明阳老大这么吩咐 这是让他小滴压轴出场 也定然是认为小悠老大和小翘老大都不如他小滴厉害了 那六人里 随刀盗子赫然在列 他们六人正在紧张地布置祭祀入口的阵势 就在这时候 周围的虚空 突然出现异动 不好 有异常 掌控隧刀盗子肉身的那位存在 第一个发现了不对劲 他提醒其他五人 其他五人显然也发现了 他们正向着做好防备 可是这时候 他们发现周围的祭坛 不知何时已经被神秘的空间法则和封印法则给联合的封印住了 第2303章要大乱了 这六人反应也非常的快 瞬间就联手起来 对于这突然出现的空间法则封印法则的联合封印 这看起来就不是鬼神凶兽出手的风格 而是来自于修士 有修士 埋伏在这里 到底是谁 这六人立刻紧张起来 他们迅速地布置阵法 朝着一个点攻击而去 就在这时候 周围的虚空 诡异地涌动着大片黑色的魔云 无数的摩西九弓之剑 磅驳而出 轰轰轰 瞬间碾压而过 这六人有一种窒息之感 没把没有什么抵抗 他们就被摩西九弓剑气给刺破了肉身 然后小翘趁势封印他们的神魂 战斗瞬间发起 又瞬间地结束 悠悠 小悠很是兴奋 跑到小滴面前炫耀一番 他大声嚷嚷着 滴滴 小家伙也不甘示弱 他说他小滴也可以 只是唐明杨老大不让他小滴出手而已 唐明杨没有理会这三个又吵起来的小家伙 他见四周没有危险了 他这才将刘雪飞给放了出来 刘雪飞看着周围的祭坛 眸子里闪烁着陌生又熟悉的光芒 无数的陌生记忆 汹涌而起 想要记起 又发现想不起来 还请修为 暂且为我护法 刘雪飞说道 好 唐明杨点点头 刘雪飞盘膝而坐在祭坛上 他双手开始变换着唐明杨看不懂的法觉 整个祭坛 突然站斗起来 唐明杨发现 整个寒潭的潭水里 突然涌动出一股莫名的神秘力量 这股力量 注入进这个祭坛里 正在外面跟那头道之地 七部鬼神凶兽搏斗的那十八位修士 还不知道先前进来的六位修士 已经被唐明杨给捕捉封印了 这事 入口要开启了 继续封困这头畜生 这十八人还大喜 不过 随着这祭坛入口的开启 整个寒潭水暴发出一股暗幽色的光芒 这股暗幽色的光芒笼罩整个虚空 带着一种神秘的能量 这被封困得到之地七部的鬼神凶兽 被这股暗幽色的光芒笼罩后 力量成倍地增长起来 这十八人立刻就封困不住了 不好 这畜生要脱风了 继续拦住他 这十八人又紧张起来 然而 即便他们在努力 在绝对的力量上 这头到之地七部的鬼神凶兽 已经超越了他们很多 只是不懂得正法的玄奥而已 哪怕牺牲这具分身 也要将这头畜生给抵挡住 有人说到 毕竟 这不是他们的肉身 只是分身而已 听到这话 倒是被他们附体掌控的这些肉身的悼念 浑身站抖起来 他们心里暗骂 他们可不想死啊 然而 再度令这些修饰大叠眼镜 乃是这头到之地七部的鬼神凶兽 在挣脱他们的疯困之后 第一件事情不是找他们算账 而是从这深渊往上 快速地逃跑 不单是这个到之地七部的鬼神凶兽 在这深渊里的其他栖息着的鬼神凶兽 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威胁 他们都纷纷地离开老巢 朝着上面逃跑 战斗 从寒潭 一直蔓延至整个深渊 你们看这些鬼神本源 众人吃惊 只见周围的鬼神本源 以一种逆时针的速度 旋转地涌入寒潭里 仿佛这一刻 这个寒潭 成为了整个深渊的中心 我们下去看看 这十八人 进入到了寒潭里 他们看到了寒潭底部的祭坛 祭坛被一股神秘的光芒给笼罩 此时 刘雪飞掐动着阵法 刚刚完成所有的法觉 只见一个入口之门 浮现在她的面前 她凝视着这个入口之门 没有犹豫 就想着踏入了进去 她突然想起了身边的唐茗阳 这才停顿住脚步 唐茗阳 你跟我一同进去吧 刘雪飞说道 好 唐茗阳点点头 她的目光 突然朝着祭坛外面看去 怎么了 唐茗阳问道 祭坛外面 此刻鬼神本源汹涌着 又因为这祭坛开启的缘故 周围笼罩着一股奇异的能量 就连小逼也没有觉察得到那十八人的靠近 不过 这十八人却能够看向祭坛 就如同在黑暗里窥探着前方的光源 他们看得见祭坛上的唐茗阳和刘雪飞 他们当然也看到了祭坛入口的开启 这两个人是谁 那六个家伙呢 他们心里疑惑 更是不解 就在这时候 刘雪飞冰冷的目光 突然从光明里投射向黑暗 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寒意凛然 这一刻 在场的十八位修士 都有一种感觉 他们仿佛被刘雪飞给看到了 而且有一种神龙凝视着蝼蚁般的威压 滚 刘雪飞冷冷地吐出一个字 这一刻 她的身上 散发出一股从未有过的神威 这股神威 无比的浩瀚 唐茗阳心里悍然 因为连她如今的实力 都感到心悸 此刻的刘雪飞 在唐茗阳眼里 完全就是变了一个人 这 还是她认识的刘雪飞吗 唐茗阳的心里 不由得警惕起来 看来刘雪飞可能已经完全觉醒前世记忆了 此刻的威势 像一个活着的鬼神 威势无双 天地都无法承受 随着这个滚刺 周围寒谈的神秘能量 仿佛受到了刘雪飞的意志使唤 那边的十八人 只觉得一股让他们莫知能欲的能量 汹涌向他们 就连他们的能量防御罩都承受不住 不好 快逃 他们没有犹豫 他们已经知道了 他们不可能是这刘雪飞的对手的 他们赶紧捏碎除物戒指里的万祖权杖 万祖权杖捏碎 万祖之地的本源涌动进来 将他们给包裹住 借引他们离开了这万祖之地 他们不能死 他们必须将这的消息传递出去 他们的任务失败了 太一神皇所要取的东西 可能已经被那一男一女截足先登了 这一声滚刺 让唐明阳听得也有些莫名其妙 有人麻 他问道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感受得到 他同时也是在试探一下刘雪斐的态度 嗯 那十八个家伙 也想谋取我埋葬在这里的真魔之躯体 刘雪飞说道 对待唐明阳的时候 他的声音并没有那么的冷 唐明阳算是输了口气 我们进去吧 这个地方 要大乱了 刘雪飞说道 觉醒了全部记忆后 他似乎明白了许多 第2304张新魔子 这十八人捏碎了万祖权杖后 传送了出去 在万祖之地里 他们的念头分身和本尊隔绝了联系 可是出了万祖之地后 他们的分身立刻和本尊重新取得了联络 他们重新封印住了世海里的分念种子 将这具肉身重新交给这肉身的本尊来掌控 这活着出来的十八位修士 也觉得非常的庆幸 居然没有死 只是这激发的真魔血脉 消耗过度 哪怕他们有组织似语的真神丹 要补充回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此刻 在虚魔教山门之外的谋除鬼神凶兽 平凡活动之地 建立了一个很隐秘的秘境 一群修士聚集在这里 足有五十多位 每一位修士的实力 最弱的都相当于 碎镇魔与那般 算得上道之第六部里的二流强者 而相当于青夜魔师 石英剑魔者等水准的 有十几位 而像囊青 乌日 酒雪这般让人看不透的 也有几位 其中有十八人 他们惊醒了过来 我们任务失败了 有一男一女 比我们抢先一步 进入到了虚魔主墓穴里 这十八人说道 他们向人群里的一位 道之第四部的修士禀报 这位道之第四部的修士 竟然是一位活着的真道进第四部 同时也是这队伍里的头领 他叫西魔子 背后仗着一双恶魔翅膀 身上散发出很邪恶的气息 真是一群废物 还枉费了神皇大人对你们的信任 西魔子眉头一皱 不怒而微 一股真魔本源 席卷而出 他不仅是一位道之第四部 他还具备了真魔之躯 他似乎是一位活着的真魔 西魔子大人饶命 包括轮日大人在内 这二十八人 立刻惶恐起来 因为他们深知这位 西魔子大人的恐怖 亨 莫非大战在即 留着你们还有些用 本大人这就吞了你们 西魔子淡淡地说道 谢谢西魔子大人的不杀之恩 我等丁然会大罪立功 轮日大人等人 赶紧说道 心里也算是输了口气 那一男一女 到底是谁 可查得到他们的身份 西魔子问道 那一男一女 可是这个样子 有人说着 将当时看到的唐明阳和刘学斐的影像 用法力幻化而出 唐明阳当时顶着的乃是 申动雷的样子 所以他们看到的也是 申动雷的样貌 只是刘学斐的面貌 在这个时候 无论这十八人怎么用法力凝聚 都无法凝聚得清楚 就仿佛刘学斐的样子 也代表着某种法则 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凝聚他的影响 此此我认的 叫做申动雷 原本乃是我掌控的碎刀盗子棋子 所发展下来的一颗棋子 他只是小小的道之第五步 轮日大人说道 他也骇然 其他十八人都和那边的分念种子取得了联系 他却失去了联系 此刻在看到这申动雷 他心里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只怕他的分念种子出问题了 小小的道之第五步 能够走得到虚魔主墓穴祭坛哪里 废物 被别人耍了都不知道 西魔子怒吼向轮日大人 轮日大人低着头 哪里敢顶嘴 看来这个申动雷本身就有问题 说不定人家将计就计 被当棋子的乃是你轮日大人呢 这个女的呢 西魔子又问道 这个女的非常恐怖 她似乎能够掌控祭坛的力量 我们生怕念头分身种子损失在里面无法传递出资讯来 只好捏碎万组权账了 有人回答 看来 有第二股势力 想要跟我们强控着虚魔胶的地盘了 西魔子目光一寒 迸发出杀意 在他看来 这唐明杨和刘雪飞 已经被他看作是来抢地盘的了 其他人已经聚集在西魔子的面前 其他人的任务 都完成得怎么样 西魔子问道 都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那些被西魔子目光看到的修士 都点点头 很显然 除了轮日大人那一波外 他们还在虚魔教里进行着好几项任务 既然他们抢先进入了虚魔主墓穴 那么我们就抢先将外面的虚魔教控制下来 再对他们来一个瓮中捉鳖 西魔子发起了进攻的命令 是 这五十多人 起声地应答着 与此同时 在虚魔界狱的某处 一个无名的荒山里 泥土突然裂开 露出了一个破败的棺材 棺材板弄插一声碎去 从里面爬出来一位有些邋遢的糟老头子 这将我惊醒的气息 不好 万祖之地的虚魔主墓穴祭坛 这个糟老头子脸色一变 他本还想打个哈欠的 此刻哪里还有这个心情 他整个人都被喝醒 他整个人 突然消失在原地 然后 他出现在了虚魔教的万祖之地外面 何人敢善闯万祖之地 驻守在这里的几位道之地六部的长老 已经发现了这位糟老头子 可当他们想要锁定这位糟老头子时 却发现这糟老头子已经在这里消失不见了 人呢 刚刚那人 像不像老祖宗 老祖宗 你这么一说 还有些像 老祖宗回来了 这几位道之地六部的长老 愣了愣后 脸上全都露出惊喜 这糟老头子 正是传说之中的虚魔教的太上教主 号称是真道境第四部的碎虚魔祖 碎虚魔祖进入万祖之地 这里的本源法则 他能够掌控一些 他在这里能够摩依传颂 很快 他就来到了那深渊的底部 看到周围的鬼神本源都朝着下方的祭坛涌去时 碎虚魔祖陷入死灰 完蛋了 完蛋了 还真的有人闯进了虚魔祖墓穴里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哼 不过 这虚魔祖的墓穴 又岂是那么豪闯的 我看你死不死 碎虚魔祖来到了祭坛上 此时 那个入口还在 不过 碎虚魔祖站在入口前 却满是敬畏 不敢轻易踏入进去 老子就在这里堵着你 他还是怂了 只能够在这里守株待兔 唐明阳根在刘雪斐的身后 踏入了祭坛的入口 就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时空 他和刘雪飞 站在混沌虚空处 在遥远的地方 有一轮冷月 周围的混沌虚空很平静 黑暗虚无 看上去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不知怎么的 唐明阳觉得周围充满了一种恐怖的危险 第2305章鬼神之躯 唐明阳相信他的直觉 他站在这里 不敢轻举妄动 他看着身边的刘雪飞 只见刘雪飞望着前方的那一轮冷意 片刻的出神 唐明阳也很耐心 并没有去打扰 其实 他也不敢打扰 此刻觉醒鬼神记忆的刘雪飞 唐明阳还不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存在呢 不过 连太医神皇这等存在 都来谋取他的墓穴 显然他前世定然非凡 悠悠 感应到唐明阳老大的想法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说这刘雪飞在厉害 那也是靠着唐明阳老大的帮助才来到这里的 他若是敢忘恩负义 那么他小悠定然不会放过这个刘雪飞 滴滴 趴在小悠火焰小脑袋上的小滴 也跑过来凑热闹 娇娇大叫着 他说唐明阳老大若是想要去教训这个刘雪飞 那可要让他小滴去出手 好了 都不许乱说话 像刘雪飞这样的存在 你们在这里议论他 说不定他能够感应得到呢 唐明阳说到 在小悠和小滴的小脑袋上都敲了一记 这时候 刘雪飞回过神来了 只见他掐动法觉 这回 随着他的法觉掐动 手指尖飞射出一道七彩的光芒 七彩的光芒如同彩带般 飘向四周 将周围黑暗的混沌虚空给点亮 唐明阳目光一领 只见周围的混沌虚空里 一道道的如丝如线般的神秘能量 如同蜘蛛网般 萦绕在整个混沌虚空 他们肉眼看不到 悼念也感应不到 此刻却在刘雪飞的术法里 显露了踪迹 唐明阳亥然 他和刘雪飞 此刻就站在一个 没有这些神秘丝线能量缠绕的真空地带 若是不懂这些 贸然地朝前飞行 那么定然一头扎进这真空地带里 至于后果如何 唐明阳不得而知 但这定然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了 只见刘雪飞再度变化法觉 有一道七彩的法带 飞射而出 这条法带 包裹住他跟唐明阳 我们走吧 刘雪飞说道 只见在这条法带的包裹下 他们往前走 那些神秘的丝线能量 遇到这条法带 自动地从两边绕开 这彩带的速度看似慢 然而没过多久 他们就到了那轮冷月里 远看是一轮冷月 走近后 乃是一片圆形的大路 散发出柔和的紫光 这片大路 看上起山清水秀 花草繁茂 唐明阳看过去 只见这里的花花草草 每一株都透着浓郁的鬼神本源 这些都是高阶的炼丹药材 唐明阳看傻了眼 在他的天原丹经里记载的很多丹方药材 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 而且随处都是 而且还有很多天原丹经里没有记载的天才地宝 这这简直是一个宝地啊 这些东西都都是你的 唐明阳问向身边的刘雪飞 这些都不算什么 你若是看上 随便拿就是了 刘雪飞淡淡地说道 那 那我就真拿了 唐明阳说道 他可是认真的 随便 刘雪飞无所谓 他带着唐明阳 降临到了一楚山谷外 有一条弯沿的小路 沿着溪流入谷 唐明阳发现 这里的溪水 都是无比精纯的鬼神本源所化 竟然不需炼化 就可以直接炼化吸收进入体内 唐明阳算是看呆了眼 如同乞丐进入了金山 看得眼花缭乱 唐明阳发现 在山谷内 竟然有好多株树木 直接结的果子 即使法则倒果 没错 法则倒果竟然可以在树上结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树啊 一路上 彩带还包裹着唐明阳和刘雪飞 这看似平静 看似处处是宝的地方 只怕隐藏的危险 并不比外面的混沌虚空差 只是唐明阳看不到 感知不到而已 所以 唐明阳虽然看着眼蝉 但是却没有轻举妄动 小路的尽头 出现两三间木屋 刘雪飞来到木屋的篱笆前 并没有推门而进去 他又掐动一个法觉 一道发光 射入这木屋里 紧接着 这木屋内 同样也有一道发光 飞射而出 木入刘雪飞的眉心里 这一刻 刘雪飞的眉心里 显露出一个冷月的流水印记 唐明阳可以感受得到 在这冷月的流水印记出现时 刘雪飞的身上气息 似乎又有所变化 变得更加的深不可测了 刘雪飞这才推门进去 木门搁之一声响 他踏了进去 唐明阳跟着踏进去 他知道别看这只是一扇木门 然而这些都只是表象 都是极其厉害的神魔阵法所幻化的 刘雪飞穿过院子 来到了正中央的那扇木屋的门前 我回来了 简单的四个字 蕴含着一种复杂的沧桑 仿佛命运的猪弄 兜兜转转 绕了一大圈子 最终发现 原来自己还只是站在原地不懂 他完全沉浸在他的情绪里 他推开了门 木屋虽然看上去简单 推开门后 却是一个女孩子家的闺房 那个 不介意我也进去看看吧 唐明阳问道 他总觉得这个房间怪怪的 缺少了灵魂 蕴含着一种名气 像是居住死人的 进来吧 刘雪飞点点头 唐明阳走了进去 眼睛到处乱瞄 桌子上 柜台上 架子上 摆放着很多的装饰器物 唐明阳骇然发现 这些装饰器物 每一件都是不俗的真神器 这品级 最低都是六阶 还真富有啊 唐明阳傻眼了 这外面的花花草草若是跟着屋子里的 器物比起来 那就简直是沙子和宝石的区别啊 唐明阳只是看而已 没敢乱动 谁知道这些东西 都有什么静置 若是触发了 那就尴尬了 刘雪飞直接走到规格的里头 那里有一张布置的很温馨的浴床 床上静静地躺着一位女子 盖着被子 像是熟睡了一样 唐明阳瞥了眼 有些骇然 可又在情理之中 那盖着被子的女子 长得跟刘雪飞一模一样 这 就是你的前世鬼神之身吗 唐明阳问道 是的 刘雪飞点点头 她坐在床边 伸出手里 轻轻地抚摸着这具 仿佛熟睡般的身体的脸颊 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 唐明阳也没有打扰刘雪飞 她也在暗自地打量着这具肉身 可是 这具肉身一点而气息也没有 根本就不像是一具鬼神之躯 若是放在外面 说是普通的肉身 那也有人性 第2306章 鬼神时代结束的原因 很普通的一具肉身 唐明阳很难和鬼神之躯 联想到一块 这里也不是棺材和坟种 反倒是向世外桃源 钱是阴 金是果 环宇生灭 阴果难消 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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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雪飞感慨着 囊囊自语 眼神迷离 似乎虔诚的往事 即便是再回首 有些刻骨铭心的事情 还是不声皆欲 沉默是联 唐明阳还不明白 他也不怎么想要知道 他瞥了眼刘雪飞 又瞥了眼躺在床上的 那位刘雪飞的前世肉身 恍惚之间 他觉得有些似曾相识 当初他看到丹尊的肉身时 不也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慨吗 你的前世鬼神之躯已经找到了 那么这里就没有我什么事情了吧 唐明阳说道 他也算是帮人帮到底了 我还需你为我护法一段时间 刘雪飞说道 我能够破开这份种阵势 前来伤害得到你的 实力定然恐怖如斯 我这点实力 能够帮什么忙 唐明阳可不傻 冒险的事情 他才不做 你放心 我让你来护法 并非是让你保护我 如果真有那种人钱来取我性命 你立刻就跑 刘雪飞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让我留下来干什么 唐明阳说道 你是时代主角 你在我身边 我就可以沾染你的气韵 可以镇压我身上的灾结 帮我逢凶化吉 毕竟 鬼神的时代 早就已经成为了历史 被整个环宇大势给淘汰了 我要重新恢复鬼神之躯 在这个环宇时代里 本身就是逆势而为之的 冥冥之中会降下大结束下来 刘雪飞说道 唐明阳还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鬼神时代早就被环宇大势淘汰了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着决心鬼神之躯 唐明阳不解地问道 并非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大勇气 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清命运的前路 也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时代主角的 很多人都注定了是碌碌无为一辈子 鬼神是早就被环宇时代的大势给淘汰了 但是鬼神如果归来 还是环宇时代里最强的生灵之一 鬼神不能能够做时代主角 站在时代潮流和风暴的最中心 却可以做时代配角 选择一两位有潜力的时代主角来扶持或跟随 刘雪飞说道这里 目光平静的您是像唐明阳 呃你该不会说你是选择扶持我吧 唐明阳明白了过来 主角也是要靠配角来衬托的 刘雪飞说道 为什么选择我 唐明阳问道 毕竟困在无上魔界的那些年 他无形之中已经远离了时代主角集团里 最核心的那一部分了 别的时代主角 背后都有纪元遗族的大势力支持 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是因果是缘分 更是唯欠你人情 怎么 你嫌弃我吗 刘雪飞反问道 嫌弃你 我还有资格去嫌弃吗 唐明阳笑道 他不甘心 刘雪飞的手掌心 突然凝聚出一道光滑来 乃是一个紫色的冷月印记 这个紫色的冷月印记 跟他眉心的这个有些相像 他说道 这个印记 可以调动整个虚魔界域的阵法和本源 你将其练化 就可以随意地在虚魔界域内任何一个地方行走了 不 唐明阳接过这个印记 将其练化 顿时 他的时海里浮现出整个虚魔界域的所有影像 包括深渊魔的在内 通过这个冷月印记 这里的正式本源 仿佛化作了唐明阳身体一部分的能量 可以随意地受到他的掌控 最恐怖的乃是在这虚魔界域内的所有生灵的气息 也都在阵势里显露而出 唐明阳通过虚魔界域的阵势 直接感受得到 他感受到这虚魔界域内 有很多股恐怖的气息 有些恐怖的气息 甚至比狼青这等级别的还可怕 让他都感受到心迹 这 你的前世到底和这虚魔教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你似语的印记 可以掌控整个虚魔界域内的所有一切 唐明阳不解地问道 在鬼神时代 这里也叫做虚魔界域 我的师尊在这里建立了虚魔教 广收四方门徒 道统传承八方 后来我师尊云游混沌 将虚魔教主之位传给了我 在后来 那个时代不知什么原因 开始崩溃 鬼神为诸天混沌还宇的意志所不容 我就关闭了虚魔界域 让宗门上下的弟子长老们 选择假死沉睡下来 以躲避灾结 没想到 这天地的巨变源 比我们所想象的严重 假死成真 那些和我一样选择假死必结的鬼神 也都真死轮回了 刘雪飞解释说道 唐明阳听说过很多种鬼神 为什么在这方天地里消失的传说 此刻 从刘雪飞口中得知的这种 才是真实的 因为刘雪飞亲身经历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才使得你们鬼神为天地所不容 唐明阳问道 很是好奇 以我那时候的身份 还没有资格接触到 那个层次的事情 不过 在天地崩溃的时候 我听说过一种传闻 刘雪飞说道 什么传闻 唐明阳问道 传闻 有一群老家伙 为了更进一步的超脱 他们意图想要谋取命运 他们失败了 而所有的鬼神 都受到了命运的惩罚 提前结束了鬼神时代的气数 刘雪飞说道 谋取命运 唐明阳听到这句话时 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 居然又跟命运扯上了联系 他突然想到了 在无上魔戒里的那个命运祭坛遗址 在那里 命运气息笼罩 有着无数的鬼神尸体倒在了那里 难道 那些死在命运祭坛上的鬼神 就是为了谋取命运 最后反被命运反噬的 命运祭坛 无上魔戒 一时之间 唐明阳隐约感觉到 有一条线索 可以将某些东西串联起来 这背后 仍旧有人在布局 或许 还有人不死心 仍然在谋取命运 是的 命运至高无上 没有谁可以谋取 不过 我隐约感觉到 还有人不死心 刘雪飞说道 说着 他的目光 死死地看向唐明阳 那种冰冷和灵力 让唐明阳浑身说不出的难受 你 看着我干什么 唐明阳问道 不知怎么的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 他隐约猜测到了什么 那是他最不想发生的事情 第2307章命运的痕迹 刘雪飞看着唐明阳 他眸子里的那种冰冷和灵力 似乎并非是向唐明阳发出的 而是向唐明阳身上的某些东西 如果有一天 你知道了谁在谋取命运 那么你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 刘雪飞说道 以你说这句话事 是什么意思 唐明阳问道 他怎么可能知道 谁在谋取命运 在鬼神时代 敢于谋取命运的 都是那些站在整个混沌 环宇最巅峰的鬼神 连刘雪飞都不知道 他唐明阳又怎么会知道 就算唐明阳知道了 他这点实力 能够阻止麻 他敢去阻止麻 我在你的身上 看到了布局命运的痕迹 刘雪飞说道 他的神色前所未有的认真和严肃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这种玩笑 可不是随便可以开的 唐明阳说道 他身子情不自禁地退后几步 我没有在开玩笑 刘雪飞说道 我的身上 怎么可能有布局命运的痕迹 唐明阳也冷静下来问道 他有些不喜欢这次交谈了 因为交谈的内容太过惊世骇俗 而最重要的 那是这些内容和他有关系 我在你身上的某些器物里 感受到命运的气息 刘雪飞说道 打件东西 唐明阳问道 我不会说的 刘雪飞说道 唐明阳有种想要打人的冲动 为什么不说 唐明阳不死心 我不敢 刘雪飞说道 你现在不是已经说了吗 为什么不说到底 唐明阳说道 你知道了又如何 你现在还没有那个反抗的能力 而能够布局命运 谋取命运的存在 而且还能够从鬼神时代里存活至今 逃避掉了命运的反噬 你说 这样的存在 我招惹得起麻 只怕我还没有说出来 我就惨遭他的毒手了 而你呢 只怕也会遭遇不测 最多也就是他重新布局 再多换一颗棋子罢了 刘雪飞说道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的毛子 终于在冰冷和林立里 多出了一丝的惶恐 为什么来找我布局 唐明阳又问道 我并不知道 应该是你的身上 有种某种特质 刘雪飞说道 所以 你选择我来支持 某种程度上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唐明阳问道 至少你还没有成长起来时 是背后的布局者 是舍不得你死的 刘雪飞说道 那你呢 你也想谋取命运 唐明阳问道 不 我想阻止 刘雪飞说道 阻止 唐明阳诧异地看着刘雪飞 我不想看到某些人 因为一己之私 再拿诸天环宇的所有生灵的命运 来做赌注了 赌赢了 他们超脱 赌输了 整个诸天混沌环宇的时代 提前结束 我们所有的生灵 都遭到命运的反噬 跟着遭殃 刘雪飞说道 你有这个本事吗 你要怎么阻止 唐明阳问道 他倒是有些佩服 刘雪飞的悲天悯人起来 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本事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阻止 但是 你却可以 刘雪飞很笃定 我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呢 唐明阳最怕的就是这种将关键问题又抛给他了 你能够被那些存在布局来谋取命运 那么你的身上定然有着某种特质 可以用来谋取命运的 所以 只需要你关键时候 去反抗 去破坏他们的布局 不让他们如愿 那么他们的局 就可能功亏一篑 刘雪飞说道 啊 你这也太难为我了吧 唐明阳无语 你放心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 刘雪飞安慰唐明阳 除了你 难道还有谁要帮我 唐明阳问道 经过鬼神时代的突然陨落和结束 我想 想去谋取命运的 定然只是小部分 大部分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定然会站出来阻止的 否则 那些人也不需要偷偷摸摸的谋取命运 在你身上布局 他们直接光明正大的形式 岂不是更方便吗 刘雪飞说道 这么说 在这诸天环宇最顶尖的存在里 划分了两股势力里 唐明阳说道 一股是少数派的 想要谋取命运的 一股是多数派的 想要阻止那些家伙谋取命运的 还有中间派 刘雪飞说道 你是说 站着观望的 唐明阳明白了过来 是的 世间的任何一切 都是相对的 如果有人看得到谋取命运的希望 那么定然有更多人加入到谋取之中 刘雪飞说道 我 我为什么一定要阻止他们 这是唐明阳有一个不懂的问题 别人谋取命运 这是别人的事情 也是别人的本事 可别跟他说 那些谋取命运的家伙 都是大反派 而他们这些去阻止的 可都是正义的化身 我曾听我师尊说过 通过谋取命运来超脱 就好比将整个诸天混沌环宇的所有生灵都祭祀了一样 所有的生灵都将会失去他们的命运 没有了命运 所有的生灵都会走向死亡 不是那种轮回转世的死亡 而是彻彻底底的死亡 彻彻底底的消失在命运长河里 刘雪飞说道 呃 可你们 不也是成功投胎转世 又觉醒记忆了吗 唐明阳说道 鬼神时代 那是他们谋取命运失败了 可即便是失败了 我们鬼神时代都提前结束 所有的真鬼 真神 真妖 真魔 真屋 真灵门 几乎死绝 差点连轮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 彻底消失在命运长河里 如果他们当时谋取成功 或者是命运的反噬更大一些 可能我们真的要死绝了 刘雪飞说道 他说的平静 可是这平静里 带着一种无声的愤怒 凭什么你们谋取命运 要将他们的命运也给赌上 唐明阳心里凛然 是啊 那些家伙谋不谋取命运 那是那些家伙的自由 可是你们若是在谋取命运的时候 将所有的生灵命运都赌上去 那就是诸天混沌 还与所有生灵的敌人了 什么叫做反派 那就是遭到所有人反对 还一意孤行的家伙 就是反派啊 我心里还是没有底 我跟那些人的差距 就好比蝼蚁和神龙的差距 就算是蝼蚁长出了翅膀 可以飞上天了 那他也不能够伤害得了神龙的 唐明阳叹息着 这点自知之明 他还是有的 第2308章 刘雪飞和太一神皇 唐明阳如今 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其实刘雪飞不告诉他 到底他体内的那些东西 乃是被人布局 蕴含着命运痕迹的也好 在没有实力的时候 知道的越多 反而还死得越早 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他身上 很多东西他都看不透啊 哪怕是他如今的实力 混元阵印 生死之书 人须之意 龟甲碎片 神秘魔瓶 古仆剑鞘 至尊因果图 青铜九弧 甚至 也有可能是某 见不起眼的东西 静静地躺在 唐明阳的储物戒指里 某一天 他就显示出用途来了 悠悠 感受到唐明阳老大的想法 小悠大声嚷嚷的 很是愤怒 他说 就算要谋取命运 那也应该是 唐明阳老大来谋取命运 居然还有人敢算计唐明阳 真是气死他小悠了 你莫要妄自菲薄 你也莫要丧气自卑 你并非一个人 在战斗 随着你的成长 随着你身上的命运痕迹显露 我相信很多反对 谋取命运的老家伙们 也会找上你的 刘雪飞安慰唐明阳 他说是这么说 其实他也觉得 唐明阳这种棋子 要想反抗那种级别的存在 确实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不过 还是以鼓励为主吧 说不定 已经有老家伙也注意到了你 在你身上布局了呢 刘雪飞说道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唐明阳心里一个凛然 他身上还有如此多的谜团 没有解开 或许 他身上的每一个谜团 就是某一位那样的存在的布局呢 想到这里 唐明阳除了苦笑 还是苦笑了 谋取命运 保护命运 正派 反派 我还是先想着 怎么活下去再说吧 他心里暗自地想着 可别搞得 最后谁都没有死 就只有他一个人死了 我明白了 唐明阳点点头 这话 算是应付了刘雪飞 刘雪飞也不敢多说 其实他心里也很好奇 这唐明阳的身上 到底有什么 会使得有人在他的身上布局 谋取命运啊 这里的真神器 你看上那件 尽管拿去 外面的虚魔教 其实而也算是我鬼神时代的道统的延续吧 你若是可以 就帮他们一把 刘雪飞说道 你要我怎么帮 唐明阳问道 你有我的印记 可以掌控整个虚魔界域的神阵 只需你掌控虚魔教神阵 组织他们攻打占领虚魔教的山门 突延时间到我练化鬼神之躯成功 即可了 刘雪飞说道 我尽量把 唐明阳不敢保证 毕竟这攻打的势力 乃是太一神皇啊 谁知道那太一神皇 是那种存在 想到这 唐明阳的心里 突然有了一个疑问 鬼神时代的太一神皇 你可认得 唐明阳问道 认得 刘雪飞点点头 他和你们虚魔教 到底有什么关系 唐明阳问道 他总觉得古怪 为什么那太一神皇哪里不攻打 偏偏攻打虚魔教呢 他乃是我师尊 为建立虚魔教时 所说的徒弟 算是我的大师兄吧 刘雪飞没有隐瞒 你跟他的关系 并不好 唐明阳问道 准确来说 应该是他的某些理念 跟我师尊的理念不合 被我师尊逐出师门了 刘雪飞苦笑起来 这毕竟乃是家丑 不好意思外扬 这么说 他来攻打虚魔教 算是你们的师门恩怨了 唐明阳明白了过来 算是吧 我师尊将虚魔教的教主位置 让于我时 他就想要来谋取过 我和他算是宿敌了 刘雪飞点点头 我若是抵挡不住 或者是有危险了 我可是会跑路的 我可不想参与到 你们的师门恩怨里 唐明阳讲话说清楚 我明白 刘雪飞点点头 他又问道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暂时没有了 唐明阳说道 那我就开始练化鬼神之躯了 在这过程中 不能够被打扰 你帮我护法 除了你外 不让其他人进入这间房屋里 当然了 如果真有人走得到这间房屋的外面 那么你也不必为我护法了 赶紧逃命吧 刘雪飞说道 我明白了 这里的所有东西 我若是看上了 都能够拿走吗 唐明阳又问道 这才是他所关心的 花了这么大力气来帮刘雪飞 不拿点好处 怎么行呢 你随便拿 刘雪飞也很大方 他说着 他坐在床边的身躯 突然散发出一股紫色的光芒 他的身体在紫色的光芒里 渐渐的透明 然后这股紫色的光芒 包裹着他透明的身体 化作一道流光 融入静躺在床上的那具刘雪飞的鬼神之躯里 唐明阳发现 这具原本没有任何一丝气息的身体 此刻突然有了微弱的呼吸 就如同一个熟睡了的人一样 唐明阳上前 想要看清楚些 可是整个床上 突然弥漫了一个能量防御罩 将刘雪飞的身体给包裹住 不给靠近 算了 还是看看这里有什么宝物 乃是我能够认主的吧 唐明阳说道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说他小悠也出去挑挑宝物 小翘和小逼也很激动 不许弄出动静 唐明阳也准许了 反正这里除了他和刘雪飞 也没有别人了 他只需保证这三个小家伙不去打扰刘雪飞就行了 真神器的认主 讲究的是机缘 若是没有机缘 金山银山摆在你面前 你无法认主 那也是突然 唐明阳尝试着去认主几件真神器 只是 他的悼念浮探进去 一点而反应都没有 看来 我是没有这个缘分了 唐明阳也并不沮丧 其实刚踏进这屋子时 唐明阳也心里有底了 因为有没有机缘 他的心里会有感应的 所以 唐明阳只好寄希望于这三个小家伙了 小悠 小翘 小低 这三个小家伙飞出来 一边追逐打闹 一边在这里的真神器里 不停地打转 似乎一点而也不着急去认主 唐明阳发现刘雪飞这间规格的一角 还摆放着一个书架 书架上 摆放了一些神简 他的道念浏览进去 眼睛一亮 这些神简里 记载的都是虚魔教的传承 功法道法 神通绝学 炼丹炼器之术 鬼神时代各大势力的情报 一些厉害人物的资讯收集 第2309章 虚魔教之为 这些神简里 功法道法 神通绝学的引导和感悟 唐明阳没有什么兴趣转修 不过 他也大致地看一遍 这里对于神通绝学的划分 依据对于法则运用的层次高低 分为凡级 人级 地级 天级 灵级 玄级 神级 我如今的神通绝学的层次 大概在地级四五阶作用 唐明阳根据理念的描述 大概对自己的神通绝学进行一个划分 境界高低代表着能量 而神通绝学则代表着 你能将这里的能量转化成为多少的战斗力 唐明阳感兴趣的是正法和单道之术 这神简里 记载着上千种神丹的丹方 纷繁复杂 什么类别都有 不过 唐明阳发现了这上千种的神丹丹方 互相之间不成体系 要想将神丹炼制成功的话 就要自己根据丹方去揣谋和参悟 相比起来 唐明阳得到的那天元丹经 就比这神简里记载的丹方好了不知多少万倍 因为天元丹经有潜入深 互成体系 可以由低到高漫漫的推进参悟 这虚魔教在鬼神时代 定然是不善于炼丹的 也没有厉害的神丹师 这些丹方 估计也是从各处收集而来的 这些丹方 虽然不成体系 但是对我也有参悟价值 唐明阳也就将这些单方一一的记下 他现在或许不能够完全参悟透彻 但是等以后练单数提高了 并然也能够逐一的参悟明白的 小优 小翘 小滴三个小家伙 在房间里钻来钻去 却没有找到一件能够认主的真神器 不由得有些气恼 我们出外面转转吧 唐明阳随着这三个小家伙说到 真神器的认主需要缘分 而且越高等级的真神器 里面的灵性越高 或许有些唐明阳本来可以认主的 可是这真神器感受到了唐明阳身上 有着其他真神器认主的印记 故而就不想再给唐明阳认主的机会了 小屋的外面到处都是极品的天才地宝灵药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她说她去帮唐明阳老大将这些灵药都采集光光去 都回到我的湿海来 你们没有流血飞似雨的印记 可不能够在这里乱跑 免得会引发这里的静置 唐明阳说到 她将这三个小家伙勒令待在湿海里 不能够出去 果然 她踏出小屋的时候 眉心的纳德冷月印记 自动的在她的身体周围 凝聚出一道彩色的光圈 包裹住唐明阳 引入眼帘的 都是唐明阳叫得出名字 叫不出名字的极品天才地宝灵药 她也不贪心 每样采集一些 天元丹经所记载的大部分神丹的材料 几乎都可以在这里采集到 唐明阳大喜 只需要小悠的至高剑道法则突破九弓之境 她就可以尝试炼至二阶的法则神道丹了 虚魔界域内 有很多鬼神时代遗留下来的兄弟 里面藏着许多强大的鬼神凶兽 到底有多少的鬼神凶兽 只怕虚魔教弟子长老梅 心里也没有底 而万凶山脉就是其中一处蕴含着强大鬼神凶兽的地方 传闻在这里面 有人曾发现过道之地七步的鬼神凶兽的气息 开始发动第一波攻势 西魔子说道 在人群里走出一位女子 一脸狐媚 万种风情 她身穿着一身的粉衣 屁股后面还有一条粉色的狐狸尾巴 她看上去乃是一位道之地六步的修饰 可是她的肉身 却散发出一股精纯的真妖气息 很显然 这位女子乃是一位觉醒了前世真妖记忆的存在 而且还找回了她前世的真妖之躯体 粉灵修友 有劳了 西魔子说道 她是队伍里的领队 可是她对这位粉灵修友 很是客气 无妨 诸位都进入我的祭坛里 免得被其他的鬼神凶兽所锁定 粉灵说道 她的声音默默的 带着一种天然的魅音 连西魔子都要客气的对象 在场的轮日等人 自然也不敢怠慢 只见醉着粉灵的念头移动 一个法相出现在周围 她的天地法则很特别 乃是一幅鸟语花香的世界 笼罩出来的时候 这个鸟语花香的世界 法相完美地和周围的万凶山脉融合在一体 众人都进入到粉灵的法相里 见状 粉灵开始燃烧命远 一股祭祀之力在她的体内弥漫开来 她的天地法子里 那漫山遍野的花朵 开始飘散出零零星星的花粉 五颜六色的花粉 这些花粉从她的法相世界里弥漫而出 飘进了万凶山脉里 万凶山脉里开放着的花 在融入进这些花粉后 多出了一种诡异的气息 它们又散出更多的花粉 一传十 十传百 渐渐的 整个万凶山脉 都飘散满这种诡异的花粉 万凶山脉里的鬼神凶兽 未到这些诡异的花粉后 变得彻底地失去灵智 狂躁起来 它们开始朝着虚魔礁的 总部山门冲击而去 吼吼吼 在这万凶山脉的深处 有好几头到之地 七步的鬼神凶兽的气息 狂暴地冲天而起 它们显然也受到了 这些诡异花粉的影响 此刻也朝着 那虚魔礁的总部山门而去 我们换个地方吧 粉铃说道 西魔子点点头 在虚魔界狱里 还有很多像万凶山脉这样的地方 它们要去一一地 激化哪里的鬼神凶兽 让它们充当踏平 虚魔教山门的先锋部队 虚魔教总部山门 它们在各地都是有传送点 很快 它们就发现了周围的 鬼神凶兽的异变 山门内部 警钟响荡 教主汇聚道人 积极地召集门派的众多长老 开始商议虚魔界 与各处鬼神凶兽暴动的应对方案 查找鬼神凶兽暴动的原因 毕竟 虚魔界狱如此之大 那些暴动的鬼神凶兽 要冲击到虚魔教的山门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毁居道人一边派出 心腹长老 深入各个暴动地点查找原因 一边组织长老弟子们 在半路就结杀这些鬼神凶兽 不许让他们冲击到虚魔教的山门 如此一来 虚魔教的总部 就空虚了起来 同时 这些长老弟子都外出抵御了 鬼神凶兽的暴动 正好可以给西魔子他们逐一击杀的机会 与此同时 在虚魔教里安插的内奸 趁着虚魔教总部空虚的机会 就可以悄悄地对山门大阵进行破坏 使其运转不了 第2310章偷袭 悔居道人眉头紧锁着 他总觉得忽略了什么 这些虚魔界域的鬼神凶兽的暴动 非同寻常 显然透着阴谋诡计的气息 各个地方派去抵挡鬼神凶兽的长老弟子 有些传来了乐耗 在抵挡鬼神凶兽的过程中陨落了 而且 这些鬼神凶兽实在是太多了 这简直是在虚魔教的历史上 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仿佛所有的鬼神凶兽 在这一刻都达成了共识 都约定了一起来攻打虚魔教的山门 四面八方 各个传送点 节节败退 很多都向总部传来支援的求救资讯 虚魔教总部的人手 根本就不够用 撤兵 坚守总部 如果这样 那么这些鬼神凶兽迟早会冲到虚魔教总部里来的 唐明阳正在刘学斐的坟种里 采摘这里的灵药 突然 他没心里的冷月印记 突然感受到了外面的介域的鬼神凶兽的暴动 咦 难道是那的太一神皇的手下 开始要对这虚魔教动手了吗 唐明阳有些意外 他本不想管的 可又想到刘学斐的嘱托 如果这太一神皇占领了外面的虚魔教 那么下一个目标 就是进入这万祖之地了 我们而已去看看 唐明阳对着是海里的三个小家伙说道 悠悠 这三个小家伙一听 兴奋得不得了 待在这里 他们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还是出去有架打 才能够耍微风和出风头 唐明阳眉心的冷月印记一动 引动万祖之地的本源 他就直接出了这个坟种 来到了外面那个祭坛上 他立刻看到了在外面的那个棚头垢面的老头 不过这个棚头垢面的老头 并没有发现唐明阳 咦 这个家伙到底是谁 唐明阳心里疑惑着 他只觉得这个老头的气息很恐怖 认真感受一下 真道禁第四步 他有些骇然 而且 他的身上 隐约散发出一种真魔的气息 他的肉身 也是鬼神之躯 唐明阳更是骇然了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一个真道禁第四步 又是炼化真魔之躯的神魔存在堵在了刘雪斐的坟种门口 唐明阳不禁认为这个老家伙 遇要对刘雪斐图谋不轨 只是 唐明阳有疑惑了 这个墓穴的入口 明明是打开着的 可是这个老头为什么不进去 这个老头就是碎虚魔祖 在这个瞬间 他突然感受到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他 他立刻转过头 看向唐明阳所在的方位 只是 唐明阳有着万祖之地的本源守护 处于平行的异味面里 碎虚魔祖却不能够看得到唐明阳 咦 是谁在窥视我 碎虚魔祖心里疑惑着 那边的唐明阳 见这碎虚魔祖看向他时 也喝了一跳 他知道 他如今可不是这种级别的老家伙的对手 他打不过真道禁第四步 更别说对方还是炼化鬼神之躯的真道禁第四步了 他看不到我 看到这 唐明阳心里才舒了口气 管他是谁 我先将这个墓穴入口给关闭了 唐明阳念头一动 没心里的冷月印记运转 他沟通祭坛上的本源能量 将那个被刘雪飞打开的墓穴入口 缓缓地关上 这一动作 立刻引起了碎虚魔祖的注意 竟然关上了 碎虚魔祖也喝了一跳 他可不敢进去 他的眸子里 闪身着骇然之色 又带着些不太确定的猜疑 唐明阳观察了这碎天魔宗一会儿 见到这老家伙并没有敢擅闯这祭坛后 他也就离开了 毕竟 要想要进去 这个老家伙早就进去了 何必在门口逗留呢 定然是不敢进去了 出了万祖之地 唐明阳进入到了虚魔教的总部里 整个总部的阵势 只要他愿意 他没心的这个冷月印记都可以轻松地掌控 他行走在虚魔教总部里 周围不时有修士从他的身边路过 都没有发现他 正如同刘雪飞所说的那样 有了这个冷月印记 他可以在虚魔界域里来去自如 他在虚魔教总部走了一圈 有些平时属于那些长老弟子们的境地 此刻他都可以畅通无阻 他甚至还去教主殿走了一遭 他就坐在教主殿的大椅上 看着那汇居道人在大殿里急得团团转 而下方的那些道之地六部的长老们 个个都眉头紧锁 一筹莫窄 唐明阳在旁边听了一会儿 大概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太医神皇 还真是本事大 竟然能够驱动整个虚魔界域的鬼神凶兽 来进攻虚魔教总部山门 唐明阳心里暗自地想着 要怎么才能够阻止这太医神皇的攻打计划呢 直接显身出来 告诉这汇居道人计划 只是 这虚魔教里 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太医神皇给收买了 当然了 主要是唐明阳现在也不想曝露他的身份来 他又想到了万祖之地下面的那德道之地四步的糟蹋老头 那德老头还不知道是那一方的 若是他属于太医神皇那边的 那么只凭大殿上的这些人 根本就不会是其对手的 不管了 先悄悄地传音告诉这个家伙吧 至于这个家伙要怎么应付 那是他的事情 唐明阳有了决断 他正想着给汇居道人传音 可就在这时候 让唐明阳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汇居道人正在听着手下的一位 道之地六部的长老来禀报 这位道之地六部长老 传音给了汇居道人 不知道说了什么 紧接着汇居道人脸色一变 他积极在大殿里 建立一个秘境空间 将他和那个长老给包裹其中 很显然 接下来他们所商量的事情 有些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了 不过 唐明阳却可以利用虚魔教的正法 悄悄地潜入去窥探 不过这两人若还是用道念传音来交流 那么唐明阳也听不到 果然 那两个人还是用道念传音 也不知道那位长老说了什么 汇居道人脸色大变 出现了片刻的尸神 就在这个瞬间 就在连唐明阳也没想到的情况下 只见一道剑光 从那位长老的嘴巴里 飞射而出 唐明阳无法形容这道剑光的惊艳 他也无法形容这一个瞬间 这道剑光的恐怖 恐怖 又近乎是无声无息 就犹如一位绝世刺客 突然从黑暗里刺出一剑 偷袭向对方的背后 第2311章 又剑剑龙天一 这位长老竟然出手刺杀汇居道人 唐明阳难以相信 他目睹了这一幕 他没想到 画风转变得竟然如此之快 他更没想到的 乃是接下来的那一幕 汇居道人 作为虚魔教的教主 他的实力可谓是非常的恐怖 还在清夜魔师 是阴剑魔之上 可是 在这道剑光偷袭的瞬间 他竟然没有任何的觉察 或许是那位长老跟他说了什么大事情 让他片刻的失神 又或许 乃是那道剑光太过恐怖 几乎无声无息 让汇居道人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时间 没错 就是没有反应的时间 汇居道人反应过来 感受到危险的时候 已经晚了 他只能够来得及激发身上的真神器能量防御罩 可是 对方的偷袭有备而来 这道剑光实在是太过神秘和恐怖的 他直接穿透了汇居道人的真神器能量防御罩 直接地没入汇居道人的眉心 汇居道人就像是中了定身法般 愣在了原地 就在这时候 在汇居道人的身体周围 出现了一个古仆剑翘的法相 没错就是古仆剑翘 一个跟唐明杨储物戒指里一模一样的古仆剑翘 跟小翘的外形也长得一模一样 然而 这个古仆剑翘的气息 却是和唐明杨的古仆剑翘有些细微的不同 这是唐明杨傻眼了 他没想到在这里 竟然会看到有人用古仆剑翘 而且运用的如此之恐怖 竟然能够偷袭成功汇居道人这种级别的强者 虚魔骄的宗主 也不过如此 就在唐明杨震撼的时候 一个冰冷的声音 带着一丝丝的不屑 从那位长老的身上响荡而出 只见一个黑暗的影子 从那位长老的身上走了出来 那位长老对着那个黑色的影子 很是恭敬 看到这 唐明杨明白了前因后果 原来这个长老乃是叛徒 投靠了太医神皇 故意说一些东西来让这会居道人分心 然后给这黑色影子一级必杀的机会 黑色影子的身子 渐渐的凝食 变成一位高贵的男子 唐明杨看到这个家伙的时候 又是遗骇 因为这个家伙 他认识 而且以前还和他有过一些的过节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剑龙天一 成就的皇权明帝传人之一 而且 正好是有一个古仆剑鞘 在剑龙天一的身上 竟然是他 唐明杨再度的震撼了 他没想到 偷袭汇居道人的竟然是剑龙天一 他更没有想到 这剑龙天一竟然成长到 连汇居道人都可以击杀的地步 或许 他觉醒了前世鬼神的记忆 唐明杨心里暗自地想着 他慢慢地冷静下来 在他心神波动的时候 那剑龙天一的灵觉 也异常地敏锐 他朝着唐明杨所在的方向 看了眼 眉头为皱 似乎不太确定什么 他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发现 他又化作了一道影子 没入了汇居道人的眉心里 紧接着 汇居道人的气息 开始变化起来 夺舍唐明杨心里骇然 这剑龙天一 定然是太一神皇这一边的 如果让这剑龙天一夺舍成功 汇居道人 那么整个虚魔教 根本不用什么反抗 直接成为太一神皇的囊中之物了 不行 不能够让这个家伙如此轻易地夺舍 唐明杨心里暗自地想着 他需要想办法来阻止才行 小翘 你可有办法 唐明杨问道 这剑龙天一的身上 有一个古仆剑翘 唐明杨不知道剑龙天一和古仆剑翘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当然了 他也不知道小翘跟这些古仆剑翘之间 到底也是什么关系 不过 眼前的汇居道人一动不动地愣在当场 显然是和外面的那个古仆剑翘封印有关系 而刚刚的那道剑光 直接无视汇居道人的能量防御罩 唐明杨似曾相识 他想起来了 因为小翘曾经也施展过类似的剑气 小翘站一腾腾的 他说那个古仆剑翘已经跟剑龙天一有了性命相连的关系 除非斩杀那个剑龙天一 否则他无法直接夺取 不过 那个剑龙天一所施展的刚刚拿到剑气 他小翘也会 只是他小翘施展的可没有剑龙天一的威力 唐明杨一听 眼睛一亮 果然和他所想象的一样 这么说 这个剑龙天一 也得到了类似于你的记忆传承了 唐明杨问道 小翘点点头 悠悠 小悠闻言 大声嚷嚷着 他说那个狗屁剑龙天一只是冒牌货 他得到的记忆传承根本比不上小翘的 这个小家伙爱乌吉乌 小翘乃是他的小弟 他当然要维护 他现在是在多刹那会聚到人马 唐明杨问道 小翘点点头 可有破解办法 唐明杨问道 小翘说 只需打破那股仆剑翘的祭坛 切断祭祀封印之力 里面的剑龙天一旧失去了祭祀能量的供给 也多舍不成功了 原来如此 唐明杨明白了过来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说让他小悠偷袭出手 并然斩杀那剑龙天一 杀鸡烟用牛刀 在这大殿上 有如此多的虚魔教的长老 就让他们出手好了 唐明杨笑了起来 他阻止了小悠这个冲动的小家伙 而且 现在还不是他暴露的时候 在这大殿里的长老 唐明杨不幸他们全都被太医神皇给收买了 只怕被收买的 应该只有少数一两个而已 看我的 唐明杨说着 他念头一动 没心的冷月印记 引动整个大殿的阵势 阵势运转 悄悄地破开了汇居道人刚刚布置的那个秘境空间 那个秘境空间破开了 此刻汇居道人被夺射的场景 出现在大殿里的众长老面前 有人发浪 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 可也有人立刻看出了不对劲 他们看到了汇居道人身体周围的诡异古仆剑翘法相 又看着汇居道人身上不停变化和挣扎的气息 不好 教主被人夺舍了 快去救他 有人惊呼 又有人快速地出手 人群里 藏着叛徒 那些叛徒知道剑龙天怡的夺舍计划失败后 很是果断 立刻出手 他们假装去营救汇居道人 实则是暗藏杀星 偷袭向汇居道人 真真实实 虚虚假假 瞬间整个大殿就乱成了一团 第2312章大事已去 剑龙天怡早就已非唐明阳所认识的那个剑龙天怡了 他似乎觉醒了前世鬼神般的记忆 实力变得深不可测起来 他在汇居道人的誓海里 纵横毙逆 竟然压着汇居道人的悼念意志 汇居道人并非不想反抗 而是反抗不了 修士的肉身天然的就和修士的悼念意志乃是一个整体的 所以 外来入侵的悼念意志 天然的就受到修士肉身的排斥 然而剑龙天怡却不然 他也不知道用了什么诡异的术法 他那道剑光斩杀进入汇居道人的誓海时 瞬间就将汇居道人的悼念意志和誓海的联系给斩断了 没错 就是斩断了 让汇居道人的悼念意志 在瞬间失去了对誓海的掌控 悼念意志掌控不了誓海 也就无法掌控肉身 而那剑龙天怡紧接着入侵了汇居道人的誓海里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秘法 他居然在慢慢炼化的汇居道人的誓海里 旧战雀巢 只见随着剑龙天怡的进入 那道黑影 瞎动道径 是海里漂浮而出一道道的古仆剑鞘符文 包裹在汇居道人的悼念意志的周围 对其进行恋化 祭祀恋化 而在祭祀恋化悼居道人的悼念气息后 这古仆剑鞘符文竟然可以模仿悼居道人的悼念意志的气息 融入道剑龙天怡所化的黑影里 从而使得剑龙天怡的悼念意志 慢慢地开始掌控悼居道人的誓海 好恐怖的夺舍之术 悼居道人活了大把年纪 此刻第一次遇到如此霸道不讲理的夺舍 他不是不想反抗 而是此刻一点儿的反抗之力都没有 你到底是谁 外面的鬼神凶兽大乱 是不是你搞的鬼 汇居道人一边拼命地抵抗着这祭祀之力的侵蚀 他的悼念意志 一边怒喝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 免得受苦 如此 本座还可以放过你的轮回灵光 剑龙天怡冷声说道 一副高高在上的冷傲 仿佛让这汇居道人束手就擒 还是他大发善心的怜悯一样 李莫要得意 就算你夺舍了我 也掌控不了我们虚魔教 我们虚魔教的老祖宗 很快就会赶来的 汇居道人大声地说道 哈哈 李氏书那岁须老而麻 他来了也无济于事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要夺虚魔教的到底是何人 剑龙天怡不屑地说道 到底是何人 汇居道人问道 他这也是在拖延时间 他如今无法反抗 不过 只要多活一秒 那么就有多一丝的希望 太医神皇 你可知道 剑龙天怡说道 他大概以为虚魔教 已经是瓮中捉鳖 对于这群待宰的羔羊 说了也就说了吧 反正他们也逃不掉的 不知道 汇居道人摇摇头 量你也不知道 本作也懒得跟你废话了 剑龙天怡似乎也兴趣缺缺 然而 就在这时候 他突然发现周围的秘境空间 突然诡异地消失了 没错 就是诡异地消失 要知道那的秘境空间 乃是汇居道人所建立 收到他封印和掌控 他根本就没有感受得到 这具身体在撤销这秘境空间啊 再者 他而已没有感受得到外界有人攻击这个秘境空间 没错 这个秘境空间就这么诡异地消失了 与此同时 剑龙天怡也发现大殿上的修士 已经觉察了他正在夺舍汇居道人 不好 剑龙天怡脸色非常的难看 他知道 他的这次行动失败了 再给他斩茶的功夫 他就可以初步地夺舍成功了 此刻 随着那些修士上来抢救汇居道人 他的夺舍真实 定然会破去 没错 只要外面的修士打破包裹着汇居道人肉身的那的古仆剑鞘法像 那么汇居道人的悼念意志就会重新地掌控世海 混在人群里的叛徒长老 此刻也偷袭出手 趁乱之中 轰碎了毫无反抗的汇居道人的肉身 则长老 你干什么 累到老儿 你看着那几位叛徒长老突然朝着自己人出手 周围的长老们 全都傻眼了 紧接着 又气又怒 开始反击 不过 这些叛徒长老 早有准备 他们一击的手 毁掉了汇居道人的肉身后 立刻退走 他们的身体周围 萦绕着一圈的诡异能量 想要传送离开这大殿 哈哈 太医神皇即将军灵虚魔教 视食物者为俊杰 我劝儿等还是乖乖的投降 叛徒长老一共有三位 能够来这大殿议事的 都是虚魔教最高层 相当于天道宗的上阁长老那样 实力也不比全言子差多少 看到这三位叛徒就要逃跑 而且身上也萦绕着正式本源 在场的长老们 又气又怒 可是又无可奈何 因为宗主权仗在汇居道人的手里 此刻汇居道人肉身破碎 生死未卜 根本就没有谁能够掌控虚魔教的山门神阵 眼看 这三位叛徒长老就要逃跑 眼看 这三位叛徒长老的嚣张小声和狂妄言语 还想荡在大殿里 就在这时候 诡异的事情出现了 只见那三位叛徒长老周围的正式本源 突然消失不见了 原本准备逃离的 此刻 三位叛徒长老 还呆在原地 并没有逃跑地离开 呃 他们也愣住了 他的小声戛然而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提前布置的正式牵引 怎么失效了 快逃 他们没有犹豫 既然无法传送 那么就只有飞行逃跑了 叛徒 逃得掉马 大殿里的虚魔教的长老 全都义愤填膺 纷纷地追杀而去 这三位长老没法逃跑 正是唐明阳暗中倒鬼了 他破坏了 见龙天一朵舍会居道人 现在又破坏这三位叛徒长老逃跑 他只能够静列而为 他也不知道这能够持续多久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虚魔教内外都乱成一团 作为主心谷的教主 如今还生死未博 看来这虚魔教早就大势已去了 我静列而为就是了 事已至此 唐明阳更不敢将他的行踪曝露了 他也没有任何要显身出来 跟虚魔教的长老打招呼的意思 谁知道他们这里 还有没有潜伏更深的叛徒呢 看看这剑龙天一 到底有何本事 他如今的另一个看点 就是剑龙天一该怎么逃跑了 第2313章碎虚魔祖 此刻 大殿上的长老 小部分去围攻那三个叛徒 大部分都围住了汇居道人 看看谁如此大胆 居然敢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夺舍他们的教主 面对着将近二十多位的 清夜魔师级别的强者围攻 唐明阳自问 若是他被围住 只怕也会凶多吉少 然而 就在这时候 只见一道剑光 从惠居道人崩溃的肉身里 光芒大圣 这光芒大圣 如同志焰 瞬间就将惠居道人的肉身给点燃 教主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长老们 悲声痛呼 很显然 见龙天一夺舍惠居道人不成 施展第二套方案 那就是将惠居道人给斩灭 只要惠居道人一死 整个虚魔教 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大乱 而且整个虚魔教的山门大圣 就会失去掌控 毫无反抗的惠居道人 哪里承受得住剑龙天一的如此猛攻 当场 他的悼念意志就被剑龙天一恐怖的剑光给灭杀 惠居道人死 一位比之清夜魔师还要厉害的道之第六部 就这样的死了 唐明阳看到这一幕 为之亥然 当然了 这也有剑龙天一偷袭的手 让惠居道人的悼念意志惨遭封印 毫无反抗的原因 但是 事实就是如此 这剑龙天一实实在在 轻而易举地斩杀了惠居道人 都给我滚开 剑龙天一冷峻的声音 自他的剑光里响荡而出 整个虚无 突然出现一个诡异的古仆剑鞘 那惠居道人死去肉身的能量 席卷进入这个古仆剑鞘里 惠居道人这样的存在 体内的能量 可想而知了 这是 祭祀 唐明阳亥然 在这个古仆剑鞘出现的时候 唐明阳隐约感受到一丝小鞘施展大招的气息 不好 只怕这些人还真抵挡不住剑龙天一 唐明阳心里暗自地想着 悠悠 小悠大怒 他大声嚷嚷着 这个可恶的剑龙天一 居然敢模仿小鞘的大招 真是罪该万死 小鞘也战意腾腾的 他说这剑龙天一施展的大招根本就不对 就不是正宗的 虽然不是正宗 但是也可以使得剑龙天一的实力 瞬间加持提升五六倍 而那个古仆剑鞘法相将会居道人的肉身能量吞噬后 在里面隐约形成一个爆炸的核心 似乎要将会居道人的所有能量进行一次自爆 不好快逃 在场的长老们修为道了他们这个境界 对于危险的感知非常的敏锐 此刻他们立刻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没有犹豫 他们立刻避其锋芒起来 也就在这时候 一股恐怖的剑光 从古仆剑鞘里飞射而出 犹如会居道人这等存在 直接自爆了一样 轰周围的山门大阵都站斗起来 整个意识大殿崩溃开来 一股巨大的能量狂暴席卷而出 将周围还不及逃跑的长老都席卷了进去 剑龙天一 硬是这么硬生生的从这么多的道之第六部的墙这里 杀出了一条血路 他从容不迫的逃跑开来 不能让这个家伙逃跑 唐明阳心里暗自的想着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正好接着这虚魔教的力量 除掉这剑龙天一 因为唐明阳有一种预感 他和剑龙天一之间 迟早有一战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这古仆剑鞘的因果 就算他不去找这剑龙天一 这剑龙天一有一条也要找他 来夺取古仆剑鞘 乃至是夺取小鞘的 唐明阳正向着动用虚魔教的阵势 将剑龙天一给困住 截留在这里 只要剑龙天一这一波逃不掉 那么周围四散的长老们 下一刻也会反应过来 然后过来围剿剑龙天一的 然而 就在唐明阳想要出手的时候 一变再度发声 只见在剑龙天一所画的剑光逃离的前方 突然诡异地出现一个糟蹋的老头 是他 唐明阳看到这个糟蹋的老头时 他一愣 这不正是那个手在刘雪飞粉肿祭台入口前的老家伙吗 难道他们不是一伙的 唐明阳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也就在这时候 那边逃跑的剑龙天一 也发现了这个老家伙 他去路被抵挡 停了下来 碎虚魔祖 剑龙天一再虚空重新显露出了身形 他一点而也不急着逃跑 老祖 参加老祖 早敞乱成衣团的长老们 见到这个糟蹋老头后 浑身一颤 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赶紧上前去行礼 这个老头竟然是虚魔教传说之中的那位老祖宗 看到这一幕 唐明阳恍然大悟过来 碎虚魔祖示意拜见他的长老们都起身 他的目光如见 凝视着面前的剑龙天一 阁下到底是谁 碎虚魔祖问道 他并没有直接出手 前世都已经顾眼云烟 这一世 我叫剑龙天一 剑龙天一淡淡地说道 碎虚魔祖这样的存在 当然没有听说过剑龙天一的名号了 毕竟 当年的剑龙天一 作为皇权明帝传人 名声也只是在天言环宇里有名气而已 不知虚魔教到底和阁下有何恩怨 阁下要如此大闹在下的虚魔教 碎虚魔祖问道 哈哈 李的虚魔教 李不过是这虚魔教的粉种上 一头机缘巧合诞生了灵智 摆脱了混沌凶性的鬼神凶兽 李竟然敢说这虚魔教乃是你的 剑龙天一大声地嘲笑起来 碎虚魔祖闻言 脸色为变 没错 他没有得到钱 本尊确实乃是一头鬼神凶兽 只是 他早就化去了兽体 这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秘密 这剑龙天一是如何晓得的 李到底是谁 碎虚魔祖喊声问道 他的目光 变得咄咄逼人起来 太一神皇 这个名号 你可晓得 剑龙天一问道 不知道 碎虚魔祖说道 哈哈 既然你不知道 那么我多说无意 李的死期已经到了 告辞 剑龙天一狂笑着 其实 他现在跟随虚魔祖说这么多 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 只见他的手里 出现了一个权杖 他将这个权杖给捏碎 瞬间 一个冷月印记的符文 从碎掉的权杖里浮现而出 这个冷月印记 跟刘雪飞送给唐明阳的那个 几乎一模一样 差别在于 这个冷月印记 只是一次性的消耗品 只见冷月印记包裹住剑龙天一 周围的虚空 正是轰然而碎去 露出了一道大缺口 这冷月印记包裹着剑龙天一 化作一道流光 快速地逃离 第2314章归天老魔 剑龙天一的逃跑 很是突然 他并非是利用虚魔教的阵士 而是直接破开这虚魔教的阵士 所以 唐明阳就算是想要利用阵士来阻止 也来不及了 以逃得掉麻 碎虚魔祖大怒 他如何肯让剑龙天一逃跑 且不说别的 就这剑龙天一大摇大摆地杀上虚魔教 还将他虚魔教的教主给斩杀了 要知道那汇居道人 可是碎虚魔祖的大弟子呢 召回外出的长老弟子 开启虚魔教的静置大阵 封山 碎虚魔祖对着身后的一众长老说道 封山 这是最后一招了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将虚魔教山门封闭 引盾起来 那么外面正在肆虐的发狂的鬼神凶兽 而已找不到虚魔教的山门所在地来攻击了 就好比外面来了狼群 既然没有办法驱逐 那么关闭大门不出去 乃是最好的办法了 碎虚魔祖吩咐完后 他朝着剑龙天一逃跑的方向飞去 整个虚魔界域的阵势 他也可以掌控几分 毕竟他更能够由一头鬼神凶兽得到机缘而化形 正是得到了鬼神时代的虚魔教的一些传承的 我们也跟过去看看 唐明阳说道 若是有落井下石的机会 他绝对不会手软的 剑龙天一的逃跑速度很快 可是又如何快得过碎虚魔祖 要知道碎虚魔祖的本尊 乃是一头强大的鬼神凶兽所蜕变的呢 转瞬之间 剑龙天一已经逃出了虚魔教的山门 逃出了很远 可是碎虚魔祖的速度更快 剑龙天一回升 闪电般的初剑 几道恐怖的剑气 划破虚空 斩杀向碎虚魔祖 碎虚魔祖乃是道之第四步 陈通绝学已经达到恐怖的地级十三阶 他根本就不需要抵挡 那剑龙天一斩杀而出的恐怖剑气 站在他的身上时 根本就破不了他的防御 好恐怖 看到这一幕 唐明阳心里凛然 这剑龙天一斩杀而出的剑气 这威力非常的恐怖 唐明阳觉得 哪怕是他全力出手 都未必能够击杀得出如此的威力 可是碎虚魔祖却可以直接的无视掉 你逃不掉的 碎虚魔祖一步踏出 后发先制 又再度拦在剑龙天一的面前 剑龙天一停下来脚步 他这回根本就没想着要逃跑 他突然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碎虚魔祖问道 他眉头为皱 隐约之间 意识到了什么 以你为 我真的打不过你麻 剑龙天一说道 此刻他的神态 和刚刚亡命般的逃跑 简直判若两人 不好 这剑龙天一是故意将 碎虚魔祖给引出来的 唐明阳瞬间就明白过来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周围的虚空里 埋伏着好几位修士 这些修士阴沉着气息 而且懂得特殊的隐藏之法 使得他们的气息和周围的阵势完美地融合 这一下子 使得碎虚魔祖并没有发现他们 这是一个圈套 目的就是为了将碎虚魔祖引入这个圈套里 可是碎虚魔祖还是毫无觉察 他沉睡得太久了 若非先前刘学斐的祭坛入口起开 他都不会醒来 所以他也不知道外面的局势变化 再说了 像剑龙天仪这等级别的强者 平时难得一见 碎虚魔祖以为剑龙天仪就是幕后的主谋了 你是故意将我引出来的 碎虚魔祖问道 虚魔教的神阵 我们这些人还不能够完全地掌控 在里面战斗 你可以掌控神阵的威势 我们要对付你当然困难很多 可是出来到了这里 你就是没有翅膀的老虎 大家各凭实力罢了 剑龙天仪说道 这么说 你并非一个人 碎虚魔祖也不傻 立刻从剑龙天仪的这番话里 听出了别的资讯 其实 你我并不一定要成为敌人的 剑龙天仪说道 他话锋一转 竟然想着要拉拢这碎虚魔祖起来 你想拉拢我 碎虚魔祖已经明白了剑龙天仪的意思 你根本无力抵挡我们 我们要斩杀你 并非不可以 只是要多费一番手脚 我们并不想麻烦 再者 你乃是虚魔教的太上老祖宗 你加入我们后 虚魔教继续交由你统治吗 这对外面的人来说 也可以更好地掩人耳目 剑龙天仪说道 他这种冷傲的语气 仿佛能够拉拢碎虚魔祖来加入他们的队伍 乃是碎虚魔祖最大的荣耀一样 那也要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让你的人 都出来吧 碎虚魔祖也已经意识到了不妙 他并不敢疏忽大意 在他的手中 出现了一杆方天画戟 这是一柄似皆真神器 他握着这杆方天画戟的时候 整个人的气息截然不同了 一股棒薄的杀意 仿佛实质般 笼罩整个天地 有点本事 可惜 我还未找回我的鬼神之躯 剑龙天仪看着碎虚魔祖展示的实力 他的眸子里 并没有害怕 反而带着一种不屑 他慢慢地退去 与此同时 在他的身后 突然出现了一位光头老者 他身高两米多 可看起来却有一种矮蹲的感觉 因为他的横向身体长得非常的壮实 他的背后 背着一个龟壳 这是一位道之第六步的修士 不过 他的身上 却散发出鬼神的气息 很显然 这是一位找回鬼神之躯的觉醒者 你到底是谁 碎虚魔祖看到这位出来的修士 他的双眸一鸣 露出了凝重之色 我这一世的名字 大家都称呼我叫做归天老魔 归天老魔说道 然而 唐明阳看到这个归天老魔出场时 他是海里的龟甲碎片 突然不经意之间 波动了一下 怎么回事 难道死人的身上 有龟甲碎片不成 唐明阳一愣 龟甲碎片很是奇特 防御力也非常的强大 唐明阳如今得到十一块 就已经可以抵挡到之第六步的强者攻击了 但是 随着唐明阳的实力强大 所接触高层次的强者越来越多 这龟甲碎片的防御就有些跟不上了 如今 取而代之的 乃是小D掌控的轮回阵天硬的防御 但是轮回阵天硬毕竟不是防御法宝 他的防御仅仅是封印的余威而已 唐明阳打算静静地看 这个龟天老魔非同小可 就算此人身上真的有龟甲碎片 唐明阳只怕也夺取不下来 不过 刘雪飞若是出关了 或许可以请刘雪飞帮忙一下 第2315章强者对决 龟天老魔站了出来 走到了碎须魔祖的面前 他上下地打量着碎须魔祖一番 似乎对于面前手持四阶真神器的碎须魔祖 一点儿忌惮也没有 反而跃跃欲试 碎须老儿 你说吧 要怎么才肯归顺 龟天老魔淡淡地问道 先接我三招再说 碎须魔祖懒得废话 任何的谈判都是建立在实力相当的基础上的 只见碎须魔祖的话语落下 手中的四阶方天化级已经急杀而出 他引动周围虚魔界域的本源 体内的真魔本源凝聚于枪头的一点 方天化级刺杀而出 与其他的强者对战起来 能量肆虐 天崩地裂不同 这碎须魔祖出手 除了引动天地的本源意向外 一点儿能量也没有泄露出来 显然 碎须魔祖对于力量的掌控 已经达到了一种很恐怖的入围地步 每一丝的本源能量都利用起来 化繁为简 只见碎须魔祖的身形 瞬间就出现在了归天老魔的面前 归天老魔并没有动 在这方天化级刺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身后背着的龟甲 突然泛起了一层龟甲能量防御罩 一个龟甲符文 恰当地顶在了碎须魔祖的方天化级的刺点上 碎须魔祖手持方天化级 顿住了身形 虚空之中 归天老魔 奋力地抵挡着 两者僵持不下 在这过程之中 双方的能量 一点儿都没有泄露出来 天地之间 一片平静 可唐明阳却感受得到 在这平静之下 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立场 在相互交锋着 这看似平静 然而任何一个人 若是实力不够 贸然地闯进一定的范围 定然会被这股无与伦比的恐怖立场 给当场的泯灭蒸发掉 好恐怖 唐明阳心里骇然 那边的归天老魔 奋力地抵挡礼 他很勉强地露出一个笑容 说道 第一招 他这话 算是回应了刚刚碎须魔祖的那三招之约 哼 碎须魔祖冷恒一声 他刚刚所说的要谈判 先接下他的三招 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 没想到 这归天老魔竟然当真了 他再度变招 手臂一抖 这一抖之间 仿佛整个虚魔界域都跟着战动起来 他将这方天化戟回撤 想要蓄力再出招 然而 归天老魔并不会如此的让碎虚魔祖将方天化戟撤回 只见他双手快速地掐动硬爵 大抵挡住方天化戟点杀而来的那龟甲符文 突然生出了一股无语伦比的恐怖犀利 死死地将方天化戟给吸住 这一刻 想要抽回方天化戟的碎虚魔祖 只觉得手中的方天化戟牢牢地被吸住 而他注入这方天化戟的本源能量 也受到那龟甲符文的牵引 被吞噬了大半 他骇然 这到底是什么宝物 他看得出这归天老魔的实力比不过他 只是此魔手里的龟甲法宝太过傲益了 不过 碎虚魔祖并不打算善罢甘休 在这个瞬间 他燃烧了命远 体内的本源 暴涨了好几倍 他还是艰难地将方天化戟给撤了回来 与此同时 手中的方天化戟再度横扫而出 嘿嘿 第二招 归天老魔已静制动 他根本就没有想着要主动攻击 这方天化戟横扫而来的时候 他运转龟甲防御 在横扫的那的方位 再度凝聚一个龟甲符文 想要抵挡住碎虚魔祖的这一横扫 然而这一次 归天老魔却低估了碎虚魔祖的这一横扫之威 不好 归天老魔脸色一变 想要海招 可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他凝聚而出的那的龟甲符文 似乎承受不住方天化戟的这一次的横扫 轰然碎去 方天化戟身上涌动着的滚烫的真神气本源 他的一丝能量 在轰碎这龟甲符文的瞬间 终于泄露出来 只是一丝 可是周围的虚空 所有平静的一切都打破 这里的空间 经过加持 又有神阵守护 并没有破碎 可是这里肆虐的能量 爆炸席卷的时候 还是将周围的山峰大地 炸裂开来 归天老魔 背着方天化戟 直接横扫飞退 他的能量防御罩和周围狂暴的能量 在这飞退里 摩擦出火焰来 这是法则摩擦之火 又称之法则灭焰 直接将归天老魔的龟甲能量防御罩给点燃 飞退之中的归天老魔 脸色变得有些惊慌起来 他低估了碎须魔祖的实力 或者说 一开始 第一招的时候 这碎须魔祖就隐藏了实力 让他以为碎须魔祖的实力就是如此 从而放松了警惕 接好了 这是第三招 碎须魔祖大吼一声 乘胜追击 他一步踏出 整个人出现在飞退的归天老魔的面前 手中的方天化戟 自上而下 朝着归天老魔当头披下 这一披 仿佛太古神奇 劈开混沌 这一劈 这方天化戟的刀尖上 那会距于此的强大本源 慢慢地凝聚成为诡异的黑色火焰 给我抵倒 那一边的归天老魔 在这个瞬间 感受到了生死之间的危险 他心里凛然 只怕他和碎须魔祖之间的差距 不会是他们所认为的那么小 或者说 他们从一开始就低估了碎须魔祖的实力了 他也拼命了 他的身上 用涌荡出强大的祭祀之力 他背上的那龟甲 破碎开来 化作72片龟甲碎片 果然是龟甲碎片 唐明阳看到这72块龟甲碎片 和他身上的那11块龟甲碎片一模一样 吸收了龟天老魔的祭祀本源 这72块龟甲碎片 快速地在龟天老魔的身体周围聚集 化作一堵龟甲之墙 这是他最大的防御之力了 轰 两者的碰撞 终于碰撞到了一起 碎须魔祖的方天化戟 带着能够泯灭大世界的威力 轰击在了龟天老魔的龟甲碎片 组成的龟甲之墙上 两者在碰撞的瞬间 僵持了一下 在这僵持的瞬间 似乎是两者能量和法则的较量 最后 那边的龟天老魔脸色变化 一口血喷了出来 紧接着 这龟甲之墙 轰然地破碎开来 重新化作那72块龟甲碎片 碎须魔祖 圣 然而 碎须魔祖的这一招破开了龟甲之墙后 威力也所剩无几 他又需要重新出招 而与此同时 那飞速倒退的龟天老魔 却得到了一丝喘息之机会 也得到了活命之机 第2316章 微微旧照 那被轰散的72块龟甲碎片 此刻快速地聚集到龟天老魔的身体周围 再度防御住龟天老魔 没错 碎须魔祖的这一击 虽然轰碎了龟甲之墙 但是并没有破掉龟天老魔的能量防御罩 你们还不出手麻 一边重新组织防御 龟天老魔一边急声怒吼起来 他这次 是在呼唤同伴来支援 碎须魔祖一愣 他没想到周围除了见龙天以外 居然还隐藏着这么多位高手 他也很果断 当即停止追击龟天老魔 开始往后退去 想要退出这个包围圈 然而 一柄刀光 横贯天际而来 而来得无声无息 若非亲眼所见他的刀芒 唐明阳根本就感觉不到那个方向 居然有人能够斩杀而出如此惊艳的一刀 这一刀的刀光 拦在了碎须魔祖的去路 实在是太突然了 碎须魔祖必无可避 他只好抵倒 他手中的方天画戟 横扫而出 迎向那道刀光 轰 那道刀光在即将跟方天画戟对碰之中 突然爆裂开来 化作千千万万道细微的刀器 这些刀器从四面八方斩杀向碎须魔祖 碎须魔祖凛然 他只好变招 手中的方天画戟在他的身体周围 形成一圈的几器 这道刀光 经验虽然经验 但是威力比之碎须魔祖来说 弱了一个档次 不过 他却巧妙地将碎须魔祖的步伐 拦了下来 李氏和人 碎须魔祖大声地贺问 与此同时 一位干手的男子 手持一柄腰衣的黑刀出现在那边的虚空 我这一世的名号叫做黑袖刀尊 男子说道 这又是一个碎须魔祖没有听说过的名号 此人 却是一个可以跟他交手的人物 碎须魔祖心里凛然 什么时候 这方天地出现了如此多的爵士强者了 与此同时 在另一侧 又走出一个人 这是一个女子 头戴一顶蓝色的凤冠帽 手里持着一顶燃烧的火焰边 小女子谷凤妍 碎须魔祖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谷凤妍说道 她的声音 带着一种异样的火辣 停止入耳 仿佛悼念一直都跟着燃烧了一样 谷凤妍 黑袖刀尊和归天老魔 这三人呈三角之士 围住了碎须魔祖 当然了 唐明阳会发现有其他人隐藏在暗处 不过 那些人的实力大概是青夜魔师的水准 在这种级别的战斗里 他们出来也没有什么用 可唐明阳发现 他们在暗中 似乎在主持一个起义的大阵 触手就擒 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碎须魔祖怡然不惧 他手中的方天化己 朝着面前的黑袖刀尊 斩杀而去 黑袖刀尊身法非常的诡异 他手中的腰刀连连斩杀 然后他的身影 虚虚实实 他自知他的力量比不上碎须魔祖 故而他也不硬碰 而是在缠斗 他只是负责拖住碎须魔祖逃跑的步伐 而真正的攻击力 则在古凤岩这里 他擅长远程攻击 他手中的火焰边也不知道是何等的真神器 轰击而出的时候 威力非常的恐怖 抽打而出 若是抽中了碎须魔祖的方天化己 碎须魔祖都觉得握住方天化己的手臂 有些发麻发热 急招下来 唐明阳惊讶的方向 碎须魔祖竟然不太敢跟着古凤岩硬碰硬来 李找死 碎须魔祖大怒 他舍去缠斗住他的黑袖刀尊 朝着攻击力最有威胁的古凤岩杀去 古凤岩似乎不善于近身搏斗 又或者说 他本身的实力并不强大 强大的只是他手中的火焰边 他边抽打着碎须魔祖 边退到归天老魔的身边 而归天老魔乃是三人礼 防御力最强大的 他的归甲能量防御 照将古凤岩给笼罩住 然后负责保护古凤岩的安危 轰轰轰 碎须魔祖轰杀而出的几期 悉数都被归天老魔的能量防御 照给抵挡下来 根本伤不得古凤岩 他要想斩杀这古凤岩 就必须要过归天老魔这一关 他想要退去 想要回到山门再从长记忆 然而 那黑袖刀尊的诡异身法和道法 又如同复古之居 死死地粘住他 让碎须魔祖根本就逃不掉 在这个瞬间 碎须魔祖发现了他 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里 这碎须魔祖要有危险了 看到这一幕 唐明阳心里如此地认为 可很快 他又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碎须魔祖一点而危机感都没有 他对战起来 看似处于下风 可朝时一点而都没有凌乱 难道这碎须魔祖还有杀手锏 唐明阳心里暗自地想着 他本来想运转这须魔界域的阵势 暗自帮助碎须魔祖的 要知道 整个须魔界域有两层阵势 明着的一层 乃是碎须魔祖统治须魔界域后 在这里布置的 暗着的一层 乃是鬼神时代的那个须魔教 由刘雪斐的师尊布置的 而碎须魔祖所布置的阵势 不过是借助当年刘雪斐师尊 所布置的神阵的一些本源 从而构建而出的 只是得到了当年神阵的一些皮毛威力 所以 唐明阳若是激发刘雪斐师尊 所布置的神阵威力 定然能够将这碎须魔祖给救出来 可现在 他还是想要看看这碎须魔祖 还有什么本事 两者僵持下来 你来我往 交手了不下几百招 周围的能量肆虐 方圆几万里的山川大地 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碎须魔祖并非不想利用这里的阵势对敌 只是他布置下来的阵势 早就在这种级别的战斗力摧毁了 而更深层次的须魔界域的神阵 他没有准备之前 根本就运转不动 他手持方天化己 朝着古凤岩又急杀而去 古凤岩并没有躲闪 嘿嘿 归天老魔很猥琐地笑了笑 他身体的龟甲碎片飞出 构建成为一堵龟甲之墙 抵挡在了古凤岩的面前 与此同时 古凤岩出手 他的火焰鞭抽打向碎须魔祖 为位救赵 若是碎须魔祖继续攻打归天老魔的龟甲之墙 那么他的火焰鞭 将危机到碎须魔祖的安危 同时 碎须魔祖的方天化己的威力 只能够击溃归天老魔的龟甲之墙 并不能够将归天老魔的能量防御照给击碎 而归天老魔完全有充足的时间 再阻止一波龟甲之墙来 可就在这时候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第2317张唐明阳的浑水墨语 以前 每次这样的攻击 每当这样的为位救赵 碎须魔祖都无疾而终 都放弃继续轰碎 龟天老魔的龟甲能量防御照 从而去躲避古凤岩的火焰边 毕竟古凤岩的火焰边的威力 实在是太强大了 然而这一刻 碎须魔祖却像是下定了决心 三人理 他的速度跟不上黑袖刀尊的诡异 而他想要击杀最有危险的古凤岩 就必须要过归天老魔这一关 他像是下定了决心 古凤岩的火焰边抽打而来 碎须魔祖这回却不躲不闪 他手中的方天化戟 依旧披向归天老魔的龟甲之墙 他这是薄命的打发 然而 就在这方天化戟 即将轰击到这龟甲之墙的瞬间 碎须魔祖的体内 突然爆发出一股鬼神凶威 只见他的身体周围 出现了一头鬼神凶元的法相 这头鬼神凶元 散发出道之地七部的凶威 李治唐明阳在刘雪斐的坟种祭坛 那的寒坛里见过的那头道之地七部的凶兽 更要强大不知多少倍 这是 碎须魔祖的本尊麻 看到这一幕 唐明阳有些骇然 不好 古凤岩看到这一幕 惊呼出来 只见他抽打向碎须魔祖的火焰边 在虚空之中 就被这头鬼神凶元的法相 给半空拦住 然后握住在了手里 古凤岩想要将火焰边抽回来 可是一下子 竟然无法抽回来 被这鬼神凶元的法相 死死地孤住了 与此同时 似乎得到了鬼神凶元法相的加持 在这个瞬间 碎须魔祖轰击而出的方天化己 威力比之先前 强大了何止十倍 原本势均力敌的 现在在面对着龟甲之强时 瞬间就成为碾压之势头 轰 龟甲之强 瞬间破去 那方天化己的威力 并没有减弱多少 直接朝着龟甲之强 后面的龟天老魔己杀而去 不好 这一个瞬间 龟天老魔感受到了死亡 那七十二块龟甲碎片 在龟甲之强破碎时 被轰散开来 欲要重新飞回龟天老魔的体内 重新加持龟天老魔的能量防御罩 然而 当作有人都以为碎须魔祖的方天化己 会趁着这个大好的时机 继续去轰杀龟天老魔时 只见碎须魔祖的方天化己突然变招 他变招 斩杀而向的 并非是对他威胁最大的古凤炎 而是那欲要重新飞回龟天老魔体内的七十二块龟甲碎片 没错 就是攻击这七十二块龟甲碎片 好眼光 唐明阳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佩服起来 这七十二块龟甲碎片的防御力之强大 唐明阳身有体会 若是让这七十二块龟甲碎片重新回到龟天老魔的体内 这碎须魔祖未必能够一口气秒杀掉龟天老魔的 果然 龟天老魔也是拼命了 在这个瞬间 他激发了体内的真魔血脉 他身体的能量防御罩 瞬间就提升了十多倍 只差那龟甲碎片重新龟体 补充本源了 可就在这个瞬间 碎须魔祖的方天化己 以一种诡异的方式 瞬间击中了那七十二块龟甲碎片 单块龟甲碎片的威力 哪里抵挡得了碎须魔祖 这加持了鬼神凶元法相的一击 只见这七十二块龟甲碎片 在恐怖的能量里 瞬间被击飞 扑 龟天老魔又吐了一口血 毕竟这七十二块的龟甲碎片里 都留有他的心神悼念印记 承受如此恐怖强大的攻击 他也受到了一丝的反噬 好机会 看到这一幕 看到这七十二块龟甲碎片被击飞 看到这龟天老魔一下子 战时性的失去对这七十二块龟甲碎片的掌控 唐明阳眼睛大亮起来 此时不出手夺取 更待何时 唐明阳一动 沟通了这虚魔界域更深层次的阵势 那七十二块龟甲碎片 被碎虚魔组织一击 击飞了很远很远 如同七十二道流星般 划过天际 然后消失在天空的尽头 而唐明阳等在那里 打开虚魔界域的更深层次的阵势 将这七十二块龟甲碎片 困在这阵势的深层空间里 因为这七十二块龟甲碎片里面 还有龟天老魔的悼念印记 所以 即便是这七十二块龟甲碎片 暂时失去了龟天老魔的掌控 唐明阳还是无法夺赦的 但是利用这虚魔界域的深层次的神阵 困住一段时间 还是可以的 而没有了这龟甲碎片保护的龟天老魔 就像是一只没有了乌龟壳的乌龟 哪里还是碎虚魔族的对手 只需这碎虚魔族斩杀掉这龟天老魔 那么这七十二块龟甲碎片 就是无主之物了 唐明阳的主意 打得非常的好 龟天老魔的能量防御罩 乃是从龟甲碎片里领悟而出的 虽然没有了龟甲碎片的加持 但是威力还是很恐怖的 碎虚魔族的这一集 在龟天老魔激发真魔血脉的拼命下 只是将能量防御照给轰碎 并没有立刻斩杀掉龟天老魔 龟天老魔趁着这一机会 想要逃跑 同时召回他被击飞的龟甲碎片 然而 当他的悼念想要召回这七十二块龟甲碎片时 却发现这七十二块龟甲碎片都被困在某个强大的阵势里 横冲直撞了一会儿 竟然无法召回 什么 龟天老魔彻底的慌了 没有了龟甲碎片的加持 他如何能够抵挡碎虚魔族的方天化己 在这种级别的战斗里 生死本来就只是一线之差 如果龟天老魔的龟甲碎片没有被唐明阳利用正式给困住 或许碎虚魔族的这一波爆发的攻击 还未必能够杀得死他 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了 只见在龟天老魔没有召回龟甲碎片的瞬间 碎虚魔族的方天化己再度披落 轰 龟天老魔强行阻止的这一波能量防御罩 根本就阻止不了 只见碎虚魔族的方天化己 从他的身体里化过 龟天老魔的肉身连带着神魂 瞬息之间就直接的泯灭开来 死 龟天老魔 死 什么 看着龟天老魔就这样死在了碎虚魔族的方天化己之下 在场的古凤岩 黑袖刀尊 全都已害 他们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这龟天老魔的防御力到底何等的强悍 他们是清楚了 退 来不及多想了 古凤岩就像退 没有了龟天老魔的保护 他的防御力可不强 然而 此刻杀得兴起的碎虚魔族 又怎么会轻易放古凤岩离开 第2318章致命的偷袭 古凤岩的实力 强在他手中的火焰边上 他看着碎虚魔族瞬间就将龟天老魔给泯灭 早就喝得魂飞魄散 他们三个人围攻碎虚魔族 还被碎虚魔族暴力地杀掉防御力最强大的龟天老魔 剩下的两个人 没有了龟天老魔的这个人肉盾牌 哪里还会是碎虚魔族的对手 虽然想着要逃跑 但是古凤岩却荒而不乱 他并没有立刻逃跑 反而是加强进攻 他瞬间就激发他体内的真魔血脉 拼命了 他不禁反退 他的身体 燃烧起滚滚的真魔血脉 祭祀的气息 涌动他的全身 然后全都灌住进入手中的火焰边里 贪污抽打而出 虚空爆裂 那火焰边 如同一条火龙 从这爆裂的虚空里 偷袭而出 只取碎虚魔族的背后 碎虚魔族此刻怒杀了归天老魔 正是就立刚进 不过 他身体周围的鬼神凶元法相 这一刻 却爆发出一股更强大的鬼神本源气息 也有些类似于激发神魔血脉 可又不是 那鬼神凶元挥舞着两条仿佛实质般的手臂 朝着那如同天外飞红般抽打而来的火焰边 抓了过去 看似笨拙 看似缓慢 可是 却蕴含着一种莫测的傲益 双臂往前探出 那火焰边 诡异地就进入到了这鬼神凶元法相的双手里 死死地抓住 哼 那一边 飞袖刀尊冷恒一声 他见到归天老魔被碎须魔族给斩杀后 他心神也大害 心里也害怕 他也想要逃跑 但是 他跟古凤元的想法都差不多 欲退先进 欲逃先攻 他也激发了体内的真魔血脉 与此同时 他手中的魔刀 爆发出惊天的刀气 一道道地斩杀向碎须魔族体外的鬼神凶元 欲要将古凤元的火焰边给解救出来 轰轰轰 火焰边抽打进鬼神凶元法相的双臂里 爆发出强大的本源能量 这火焰边的威力 果然非常的莫测和恐怖 整个鬼神凶元法相的双臂 瞬间就被抽碎开来 可是 碎须的鬼神凶元的双臂 却带着一股强大的吸附力 死死地将火焰边给吸住 好恐怖的法相 唐明阳亥然 他没想到碎须魔族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手段 早先 这碎须魔族并没有使出来 而是失敌已弱 就是为了如今的这下杀手 可以说 这归天老魔 死得有些冤枉了 小低 将那个家伙的轮回灵光给我抓回来 唐明阳吩咐着 归天老魔死后 他的轮回灵光进入到了轮回长河里 那碎须魔族并没有来得及覆灭 滴滴 小家伙一听 立刻兴奋地领命 他立刻钻进轮回长河里搜索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很快 归天老魔的轮回灵光就被他找了出来 从轮回长河里封印 拖了出来 然后兴奋地跑回唐明阳老大这里赴命 唐明阳摸摸他的血滴小脑袋 以示奖励 他一会儿再处理归天老魔的轮回灵光 此刻他先关注一下场中的局势 如今 古凤颜和黑袖刀尊 他们在归天老魔死后 发疯般的围攻碎须魔族 看上去威势十足 也有些像是占据了上风 不过唐明阳知道 这只是表象而已 这股凤颜和黑袖刀尊看似凶猛 其实并没有攻破碎须魔族的法相防御 给我死 碎须魔族斩杀了归天老魔 攜带着凶威 手中的方天画戟 横扫而出 朝着那边的黑袖刀尊急杀而去 黑袖刀尊身法诡异 先一步地逃开 谁知道碎须魔族这次的攻击 只是阳公 真正的目的乃是古凤颜 只见他虚晃一枪 然后方天画戟拐了一个弯 直接朝着那边的古凤颜给锁定而去 古凤颜惊而不乱 他防御不足 可是攻击力十足 他手中的火焰边 挣脱了碎须魔族的鬼神凶猿法相的纠缠 朝着碎须魔族的方天画戟急去 连连抵倒 且战且退 这一下子 碎须魔族瞬间就占据了上风 有些不对劲 唐明阳内心一领 这场面 古凤颜和黑袖刀尊明明已经不敌了 他们刚刚在片刻地压制住了碎须魔族后 明明有机会逃跑的 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没有逃跑 旁观者清 而且唐明阳发现剑龙天翼等藏在暗中的修士 也都没有逃跑 仿佛他们还有什么后手一样 没错 正如同唐明阳所猜测的那样 玉陶先公 刚刚的古凤颜和黑袖刀尊 已经为自己争得了一线希望 乃是最好的逃跑机会 可是后来 他们有改变主意了 因为有人要来处理这个烂摊子 要来解决这碎须魔族 他们只需突颜片刻即可 突颜片刻 他们两人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碎须魔族手中的方天画戟 越攻越猛 这古凤颜的速度本来就比碎须魔族慢 此刻更是岌岌可为 如同暴风雨之中的残液 不知何时就被打爆起来 给我去死吧 碎须魔族如今眼魔性大发 杀红了眼 这些人敢杀上他的须魔教来 还杀了他的大弟子 老虎不发威 还当他是病猫了 他步不紧逼 眼看就可以将古凤颜给斩杀了 就在这时候唐明杨利用神阵 突然感受到一道诡异的影子 快速地从碎须魔族的背后虚空出现 然后钻入战场 朝着碎须魔族的背后扑去 快如鬼魅 而且无声无息 周围的狂暴能量 都伤不得他丝毫 又仿佛这道诡异的影子 从另外一个平行的时空而来 在这一过程之中 碎须魔族毫无觉察 知道这道诡异的影子 来到了鬼神凶元法相的背后 冲了进去 这道黑影 在这一刻 仿佛化作了一道刀光 直接刺破了那法相凶元法相 直到这一刻 这碎须魔族才有所觉察 可是 已经为时已晚了 因为他的全副心神 都在即将可以打杀掉 那股凤颜的泄分里 不好 碎须魔族大害 他反应也是非常的迅及 手中的方天化戟立刻舍去 即将可以斩杀的谷凤颜 转而朝着身后击去 那黑影破开了鬼神凶元法相 速度也慢了下来 他必无可避 轰 黑影最后和碎须魔族的方天化戟 重重地撞击在一起 恐怖的能量爆发 整个鬼神凶元的法相 在这恐怖的能量爆发里 瞬间的泯灭而去 第2319章 西魔子vs碎须魔族 恐怖的能量席卷开来 本来还想要趁机出手的 古凤颜和黑袖刀尊 脸色一变 赶紧离开 因为 这恐怖的能量席卷 已经能够围及得到 他们的能量防御罩了 这已经超出了 他们的抵挡范围 他们也是骇然 他们没想到碎须魔族 竟然还有如此实力 他们也没想到 碎须魔族居然在 刚刚那道黑影的偷袭之下 还没有死 非但没有死 而且还能够抵挡了下来 只是稍显狼狈而已 他们心里顿时明白了 刚刚的碎须魔族跟他们交手 并没有用权力 这归天老魔 死得并不冤枉啊 同时 他们心里也捏了一把冷汗 碎须魔族在斩杀了 归天老魔时 虽然实力再度爆发 但这并非是他实力的极限 他其实早就可以斩杀 归天老魔 古凤炎 黑袖刀尊三人的 他之所以没有直接下杀手 这样的拖着 就是为了看看这些家伙的背后 还有没有幕后之人 若是有 那就将其引出来 然后一网打尽 可是 他也没想到 竟然所引出的人 竟然实力强大的如此之恐怖 若非他的鬼神凶元 法相实在是强大和精妙 只怕刚刚那黑影的偷袭 就可以直接地要他的命 碎须魔族的心里 也暗自地捏了一把冷汗 鬼神凶元的泯灭 让他抓到了一丝喘息之际 不过 那道黑影 一急之下 无法将碎须魔族给击杀 他并没有放弃 只见黑影再度朝着碎须魔族扑去 一如先前那般 周围狂暴的能量 无法阻止这黑影的步伐 又仿佛这道黑影和周围的 狂暴能量所处的虚空 乃是平行的一样 好精妙的空间法则运用 看到这一幕 唐明阳由衷的佩服 他看得出 这道黑影对于空间法则的运用 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恐怖的地步 而且是唐明阳所无法理解的地步 黑影 朝着碎须魔族扑来 无声无息 却暗藏杀鸡 刚刚碎须魔族是有着鬼神凶元的法相护体 这才能够抵挡下来的 现在呢 他又拿什么抵挡这一波攻击呢 唐明阳屏住了呼吸 哼 只见碎须魔族冷恒一声 他手中的方天画戟 恒着一次 这一次 如同羚羊挂脚 不着痕迹 周围所有虚空的狂暴能量 在这一次里 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他次向的方向 并非是那黑影所在 可是那扑来的黑影 却诡异地朝着那一次的地方撞去 或许 并非是主动地撞去 或许 乃是唐明阳还看不明白这个层次的战斗 两者相撞 再度爆发出恐怖的能量 周围的虚空都战斗 这虚魔界域的表层阵法 瞬间就破去 席卷千万里 不过 这深层次的阵势 还是完美地保留下来 唐明阳眉心的冷月印记 还是可以掌控更深层次的神阵 黑影一扑之下 并没有斩杀掉碎虚魔族 他并不死心 再度地扑杀而来 碎虚魔族不动如山 他手中的方天画戟 再度刺去 同样的一次 看上去和先前的那一次差不多 大巧若拙 看似笨拙的一次 没有什么花哨 却还是诡异地刺在了扑来的黑影上 两者再度爆发强大的能量席卷 一而再 再而三 三次出手 黑影都没有能够急杀碎虚魔族 他已经明白了 他的偷袭已经是失败的了 而且 再偷袭也没有用了 因为这会儿 这碎虚魔族的身体周围又重新凝聚出那个鬼神凶元的法相了 黑影退了出去 退到了谷凤炎的身边 这回 那边的碎虚魔族并没有追及 黑影身上笼罩着的黑暗 渐渐地散去 露出了真容 乃是一个男子 那边的黑袖刀尊 也退到了黑影的身边 与此同时 隐藏在暗处的剑龙天翼等人 也都聚集而来 在下太一神皇坐下西魔子 今日一见 方知传言信不得 碎虚魔族你 可比传说之中的厉害得多 西魔子说道 他侃侃而谈 仿佛刚刚他们并没有分生死 而是把酒言欢了一样 在下并不认识太一神皇 在下未曾记得和太一神皇有什么恩怨 不知道太一神皇为何要来攻打在下的这一亩三分地 碎虚魔祖问道 他心里骇然 刚刚那番交手 他已经知道了 这虚魔子的实力乃是和他旗鼓相当 如此的强者 才只是太一神皇的手下 那太一神皇又是何等的恐怖 只怕他绝对不会是对手的 并非太一神皇看上这虚魔教 而是这虚魔教本来就是太一神皇的地盘 西魔子说道 哼 直接来抢救世了 何必找如此牵强的理由 碎虚魔祖怒声喝道 鬼神时代 这片地方 乃是那时的虚魔教的地盘 我若是没有说错 碎虚魔祖 你只是偶然得到了这里虚魔教的某段传承 这才在这里继承那段传承 沿用虚魔教来建立这方势力的吧 西魔子也不生气 他平静地问道 是又如何 碎虚魔祖也不否认 虚魔教的创教祖师 乃是太一神皇的师尊 虚魔教的二代宗主 乃是太一神皇的师妹 李说 这虚魔界狱 到底是谁的地盘 西魔子说道 李说是就是了 那你怎么不说 那天道宗也是你们太一神皇的 碎虚魔祖冷笑着 其实他心里也大害 李且看这是什么印记 西魔子也不恼怒 他直接在虚空里掐了一个印诀 周围的法则运转 隐藏在暗处的唐明阳突然发现 这里的深层次的正是本源 本着西魔子给引动 慢慢地 在西魔子的面前 凝聚出一个冷月的符纹 这是一个很暗淡的冷月符纹 这是 不过看到这个冷月符纹后 碎虚魔祖的脸色 阴晴不定起来 因为他得到的这部分传承里 确实也用凝聚着冷月符纹的法觉 康 李是太一神皇乃是虚魔教的教主师兄 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降临 然后直接掌控这虚魔界狱的阵势 要知道 这虚魔界狱的上古神阵 一直存在 他直接掌控着上古神阵 整个地方自然归他掌控了 这又何必派你们这群人 在这里偷偷摸摸的 要逼我来就范 碎虚魔祖并不傻 他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第2320章被发现的唐明阳 碎虚魔祖占领这片虚魔界 欲不知多少亿年了 这里乃是他的地盘了 突然之间 有一个人跳出来 说这里乃是这个人的地盘 并且让碎虚魔祖归顺 碎虚魔祖当然不爽了 更何况 这其中 还有很多隐情呢 太一神皇有事无法亲自降临 只是派了我前来处理此事 西魔子说道 然而 你并处理不好 碎虚魔祖说道 他这话 一语双关 碎虚魔祖 你想要什么条件 才能够归顺太一神皇 直说无法 西魔子说道 他有的是底气 说出你们来这 虚魔界狱的真正目的 也别认为我是傻子 你们太一神皇 或许跟上古的虚魔教 有些关系 但这关系绝非你口中 所说的那么简单 碎虚魔祖说道 太一神皇说要占领 这个地方 那就占领了 还要什么理由 西魔子说道 这话说的淡然 也带着一股霸气 若我不给呢 碎虚魔祖冷冷地回应 一句话就让他碎虚魔祖 将这地盘给拱手让出来 还当他是好欺负的呀 那只好得罪了 西魔子说的彬彬有礼 他话音落下 在碎虚魔祖的身后 无声无息地出现一个人 一个女人 长着狐狸尾巴的妩媚女人 碎虚修有 莫要执迷不悟了 如今这个时代 天地巨变 鬼神回归 属于你的那个时代 已经过去了 在以前的时代 你乃是纵横诸天混沌的最强者 可是在这鬼神回归的时代 你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 你想要阻止太医神皇的步伐 无异于唐碧当车 狐狸尾巴的妩媚女子说道 她的声音娇媚 停止入耳 让人忍不住的清静 好厉害的媚英 在一旁的唐明阳心里骇然 只是听着声音 她的内心声出 就声出了一种 对着妩媚女子的天然好感 她赶紧摒弃宁神 将这股好感给镇压住 你又是谁 碎虚魔祖问道 她心里骇然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感觉到 这个妩媚女子 是如何出现在她身后的 那个西魔子 给她一种忌惮的感觉 可是这个狐狸尾巴的妩媚女子 她内心里突然生起一种 危险之感 没错 就是危险之感 在她看来 这个狐狸尾巴的妩媚女子 来得比这西魔子还要危险 小女子粉灵 妩媚女子说道 是出紧急 你们所说的事情 又样样震撼 你们容我回去考虑一番 让我考虑因果趋直 碎虚魔祖说道 她觉得 对上一个西魔子 都未必有胜算 若是那的危险的粉灵 再出手 她只怕凶多吉少 她这是突延时间的缓兵之计 碎虚修友 这里乃是你的地盘 你还用回哪里思考 直接在这里思考就是了 粉灵说道 这里既然是我的地盘 那么我说去哪里思考 那就去哪里思考 碎虚魔祖说道 她强行要走 碎虚魔祖 莫要比我们出手了 西魔子说道 好啊 你我单挑 你若是能够赢得我 那么这虚魔界欲 让给你们又如何 碎虚魔祖说道 西魔子摇摇头 你想怎样 碎虚魔祖问道 给你半个时辰的思考时间 只能够在这里思考 届时你若是在执迷不悟 那修要怪我们下杀手了 西魔子说道 他们布局这么久 千方百计 才将这碎虚魔祖 给引出山门来 如何肯再放碎虚魔祖归山 这虚魔教的山门 乃是碎虚魔祖 引动上古虚魔教的神圣威力 构建的 若是碎虚魔祖 回山主持山门神圣 只怕他们要攻破 还不知道要多费 多少的力气呢 哼 你不出手麻 那么老子偏偏让你出手 碎虚魔祖大声递说道 他如何肯乖乖就范 他手中的方天化己 目操而出 朝着面前的西魔子 披杀而来 李这是在找死 西魔子毛子里 犯起了杀鸡 他朝着碎虚魔祖的 方天化己刺杀的方向冲去 在冲去的瞬间 他的身形隐去 化作一道黑芒 黑芒朝着碎虚魔祖的 方天化己冲击而去 轰 两者相碰 再度发出惊天动地的能量爆炸 一招再一招 西魔子和碎虚魔祖 再度斗得难分难解 这时候 若是粉灵加入战局 那么碎虚魔祖定然不敌 可是 奇怪的是这粉灵 并没有任何加入战局的意思 相反的 他的目光 并没有看向战局 而是看向右前方的虚空 那片虚空 空无一物 只有肆虐的能量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粉灵要看向那个地方 除了唐明阳自己外 因为 那个方向 正是唐明阳藏身的发现 这一刻 唐明阳心里骇然 这个女人发现我了 不可能的 我可是藏在上古的虚魔礁的神阵里的 唐明阳有些难以置信 巧合 一定是巧合的 他心里暗自地想着 想到这里 他悄悄地又换了一个位置 换到了粉灵的身后来看热闹 谁知道 粉灵也转过身来 目光还是看向唐明阳所藏身的位置 这回 他不单只是静静地看 还笑了起来 小哥哥 你这是要跟我玩捉迷藏麻 粉灵说道 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都很诧异 周围居然还藏着一个人 他们怎么不知道 唐明阳听到这话 他心里更是震撼 他已经确定了 这粉灵已经发现他了 悠悠 小悠当即大怒 这个可恶的女人 居然敢当着他小悠的面来调戏唐明阳老大 那简直是比当面调戏他小悠还严重一百倍 他大声嚷嚷着 他说他小悠要去斩杀掉这个可恶的女人 一旁的小翘和小逼 也都飞了过来 跟着战役腾腾的大叫 超安勿躁 我们可未必是此女人的对手 唐明阳说道 他说着 又换了一个位置 粉灵依旧转过身来 朝着唐明阳藏身的位置看去 他娇笑连连 小哥哥 你真的不出来跟我一件麻 粉灵声音诺诺地说道 带着一种迷魂 不过 这种迷魂 似乎对于唐明阳来说并没有什么效果 唐明阳想了想 他这点实力 若是显身了 那就立刻露出了原形 他根本就不会是粉灵这种级别的对手的 既然如此 他干脆办神秘 就藏在神阵部出 被发现就让他们发现呗 他就这样的看着 也算是能够牵制一下这粉灵 不给这粉灵加入战局围攻碎虚魔组